OFIS2010整合应用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一起分享OFIS2010整合应用 就是在OFIS2010这个版本底下 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把OFIS里面经常使用的软体 Word,Excel,PowerPoint 如何整合在一起来去使用 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还有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同学的提问 他主要会希望是在把工作效率提升的部分的一个层次 那我就会先思考一下怎么使用 大家都会使用Word,Excel,PowerPoint 可是你的用法会不会就是属于那种 例如说涂法炼钢的方式 那有没有可以方便快速完成的一个做法 我会希望把这些做法整理在我的讲义里面 我们呢我会希望说把这两天的课程是定位在 告诉你如何有效率的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来源资料 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希望跟着改变 还有很多人都会使用复制贴上 事实上真的有很多地方 我们不是用复制贴上来去做这件事 至少我们要学会 例如说传送啊 选择性贴上啊 等等这些不一样的方法 而不是一切都是使用复制贴上 这都是希望跟你们来去做分享 我是今天的授课讲师 我姓孙 在哪里的在 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欢迎大家 如果日后有问题的话 可以写信来提问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嘛 而且我也有提供我的LINE ID 我的LINE ID是teacher.son 也就是说 如果说您今天 你想要跟我 例如说透过视讯或者是打电话 我想这是一个还蛮容易的广道 那就麻烦各位 如果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加我LINE 那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成立脸书的粉丝团 然后还有YouTube频道 这里面呢 有我放了就是这四五年来的教学的影片 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主要的内容 也就是我的专长的部分 还是南瓜在电脑的授课范围 甚至包含专案管理 还有CRM 甚至还有一些ERP的概念 当然还有一些像城市设计 办公室自动化 还有我最近一直在推的大数据分析 大概这两年 我一直都在推大数据分析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 就是公务应用的层级 是提升到自动分析这个程式 好 那当然我个人的电脑专业症状 大概举番就是微软公司的 还有Adobe公司的一些 像城市设计Java SCJP的国际认证 好全部大概都有30多张 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因为我会希望说 只要我学的越多 然后我就可以把更多的知识 跟大家来去做分享 所以我在民国100年 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那当然欢迎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与课后 再互相来去做一些讨论 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进行 今天的一个课程的讲解 在这里面 这里面的一个范例 范例 就是当我们去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取得范例 我这边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个范例是否网路上的学员 不是各位 今天你们只要到这个地方 来去下载就好了 可是如果日后你回家的时候 假设你有兴趣上我的大数据分析好了 你就可能要到这个地方来去下载 这里面有40多种不同的课程 我现在希望今年年底达到50个不同课程的系列 50个不同种类的系列 来跟各位来去做分享 那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课程就是 先把档案下载下来 范例档案下载下来 首先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范例是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是一个网址 是一个网址 所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这一个浏览器 建议各位开启浏览器的话 看你们习惯是哪一个 像我现在给各位是HTTP 冒号斜线斜线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IE或者是Chrome都可以 我个人比较习惯使用Chrome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10.2.26.139 然后记得再输入 冒号 冒号 10.2.26.139 冒号8080 但是这指线今天我们在上实体课程的同学 就是在座的各位 那日后你们要去下载是要去另外一个实体的一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它 点选它 好 点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下载 再点一下这个简报档案 点一下它就可以自动下载 下载之后 这个两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 好 当然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 在开始的隔壁两个地方有文件 文件里面的下载 是不是这边有两个档案 对 这就是刚刚下载的两个档案 现在就麻烦请各位先完成范例的取得 有了范例我们才能交后面的一些事情 好那就麻烦请各位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范例的下载 范例下载 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这两天我希望带给各位的一些知识内容是什么 因为这个课程呢是Office2010的整合 而且我会比较倾向希望你们了解到整合的一个概念 我们整合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希望把 例如说Word是不是做文书处理 画表格 好 这些是你们已经会的事情 可是呢 他不能做报告嘛 他不能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那是不是就很有可能把表格放到什么 PowerPoint的里面去怎么做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概念 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 可是事实上 在这种长文件里面 像昨天都还有一个实验室的同事问我说 老师这个目录 目录很奇怪 我都已经调整好了 结果拿去 拿去卫福部报告的时候 立刻突裁 好 他就说怎么办 那个当场他也不会修改 那你不可能突发链钢 在那边去做 把这个点点点去做一些搬移 然后之类的 这时候他就说怎么办 好 那我就告诉他说 其实 其实有时候 如果你 对于一些目录的调整 你不是很熟悉了解的话 你可能 会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你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我都会希望说 把这些可能你会遇到的问题 通通在这两天的课程跟你分享 好 这是我们我希望的目标 您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单一的 要去跟你分享 例如说 Word的基本使用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Word to PowerPoint 就是 Word的文件 直接 转换变成 PowerPoint的简报内容 怎么做 那我们 以前可能是用复制 把Word的标题 选好 然后复制 然后贴给PowerPoint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可能 7秒钟 就整个把这件事情做完 好 另外 PowerPoint to Word 然后PowerPoint 传送给Word的工具 没有怎么样去做 再来 Word to Excel 就是 Word跟Excel的应用 例如说 Word里面制作好的表格 能不能给 本来就是一个 试算表格的软件 Excel 来去使用 当然可以 Excel就是试算表格 好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表格 当然可以使用 Word的表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使用 还有Excel 做好的文件内容 怎么样转给Word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 几乎都是两套软件 自己之间的转换 另外还有像文字 然后转换给Word 类似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其实 文字党也可以转换 就是 传送到Excel里面去 变成Excel 要计算分析的一个来源 那还有像网页文件 网页文件最常遇到 就是说 它把整个网页文件的内容 然后贴到复制贴到Word 可是里面会有一些 分行符号 分行符号怎么处理 分页符号怎么处理 之类的 千万不要一行一行去处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当要讨论到像 合并列印制 是典型的 跨软体的整合应用 例如说 它用到Excel的资料 还有用到Word文件的文书的部分 然后如何整合 整合之后 甚至你可能会传送出去 传送就是要透过 例如说 Office里面有一套叫做Outlook 来去做传送 那在这个地方 只是说提供给你们去参考一下 这合并列印就是非常典型的Office整合 那接下来这边还有像 例如说访考文件 还有像 那个 阶层图的设计 然后简报 简报整合 另外 如果 如果 十千允许 我真的还是希望 跟你们分享一下Excel跟ASIS的结合 那可是前提是 大家会不会使用 如果不会使用的话 你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就好像说 假设 假设今天 你不会 你看不懂英文 那如果今天你收到一封英文信 你是不是直接就把它删掉 对不对 你就没办法去再研究 英文信件里面的 是不是诈骗信件的 这个研究了 所以我还是倾向希望说 等一下到时候我们来去调查一下 有没有谁 就是看大部分同学了不了解 资料库是什么 那如果不了解 我们还有 还有 这边我准备了非常多 office工作效率提升PA 这些全部都是学生问我的问题 就是我本来以为 大家可能会操作Word 好 怎么操作Word 然后呢 例如说 例如说 插入日期 他就自己用打字的方式 他就直接输入2017 然后斜线10 斜线 今天是光复节 祝大家光复节快乐 这大概好像没什么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好 反正就知道说今天要上班就对了 OK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真的在使用Word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利用打字的方式来去做 那有没有比较正确的做法 我们这边又分Word 还有Excel Excel 还有PowerPoint 如何提升工作效率 这是我希望跟你们整体了解 就是这两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有整合应用 有效率提升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课程呢 能够很丰富 那至于说有一小部分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是说 我都不会Word 也不会Excel 也不会PowerPoint 应该不太可能 了不起就是Excel 你们可能不是那么熟 如果这三套软体里面 Excel 可能你们比较不熟 这是有可能 可是 请问在座 大家都会用Word来去打公文 或者是打文书 然后也会用简报来去做一些 用PowerPoint来去做一些简报 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吧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来谈整合会更有意义 这就是我们大概这两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大概这两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接下来我想要先跟你们分享 当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在Office整合里面这么多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整合我最最最最推荐的一个很重要功能 轻描把握的文件变成简报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打开我们的范例 各位 我是已经把那个范例都放在我自己的低磁叠基底下 那个低磁叠基底下 比较不会有那个加密的问题 所以我是放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边毕竟是一个警政单位 我们应该也蛮重视资讯安全这件事情 所以请不要把资料放在你的c叠 请放在低磁叠基 然后打开这个Office2010 tip40招 好这是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分享这个范例 分享这个范例 所以 刚刚我们不是下载 刚刚我们不是下载了 Office2010 好 它在哪里呢 第一件是请点它 请点这个文件夹 然后接下来请点下载 下载 下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Office2010 tip40招 好 所以你可以透过刚刚我的教学的方式打开 找到我们下载下来的范例 打开我们这下载下来的范例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重点就是 有时候呢 我们这个word的文件 我们会设好标题 设好标题 好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标题1 这个是标题2 当我今天哦 我想要把这个标题呀 放到powerpoint去的时候 那我们以前的做法 可能有些人就会怎么样做 复制它 复制好 然后接下来打开powerpoint 然后接下来呢 贴上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它又切换回去word 然后呢 如何快速拧好简报架构 选到这几个字 复制 然后接下来 它知道它 这是主标 这就是次标 所以它就放在这个位置 贴上 然后接下来 依此类推一直做 假设万一这边word的文件 有40个 它是不是要做40次的复制 然后40次的贴上 对不对 这是以前我们可能 涂法练钢的方法 这个方法绝对有 更好提高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怎么做到这件事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 首先这里面 这一份文件 你一定要先定义好 哪些是标题 哪些是标题二 好 我已经给你们这份文件 是已经定义好 这是标题一 这是标题二 这边还有好多标题二 这也是标题二 这也是标题二 好 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想办法快速把这些标题文字 传送到哪里去 传送到power point 对不对 就是 现在是不是在word里面 我要想办法快速传送到power point 那这个动作就是 就是从word里面的标题文字 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简报 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叫传送 传送可以 在2003的版本里 它是预设的功能 就是在某某某功能标签底下 它可以找到传送 可是到了2007以后 它把这项功能变成什么 隐藏版功能了 隐藏版功能意思是什么 不太好找 可是我现在还是要告诉你 为什么变成隐藏版 变成隐藏版的缺点 就是大家就不知道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找到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在word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点选档案 档案这里面 有一个 叫做选项 选项 因为它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我们要到选项里面 打开来 选项 选项 选项这边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功能 然后 请你 刚刚第一是不是点档案 第二是不是点选项 第三 请你选什么 选这里面的 叫做 快速存取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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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边了 就这个地方 这叫快速存取工具列 所以第三 请点快速存取工具列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选这个 不是选常用 而是选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本来它放在功能区 现在它不放在功能区 所以我们就点什么 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因为这里面太多功能了 太多太多功能了 都变成隐藏版了 那我们来去看 卷轴拉到大概 这个位置 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三分之二 再下来一点 有看到吗 传送 传送到 主要是这个中文字 这个传 这个字 很多笔画 所以它就整个在这里面 按照笔画顺序排列 它大概排在这个位置 三分之二的 大概不到四分之三 这个位置 这个卷轴三分之二的位置 有看到这个 传送到 传送到 请你新增进去 这边现在只有 123 这个不算 这个是图示 这是软体图示 这不算功能 这边 123 这边是不是多增加一个 等一下它就会放在这边 好 确定 接下来 我只要按这个按钮 我就可以去 也不用去倒茶 这扎一下眼睛 它就出来了 因为只等7秒嘛 自己说我看 是不是出来了 我们还需要这样 选 然后复制 然后再来贴上吗 需要吗 不需要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有没有一个 比较震撼的感觉 就是说 对我们接下来 这两天 就是要教你这些东西 就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技巧 但是当你知道这些技巧之后 有没有帮 有没有帮助你在工作效率整个提升 有吧 可以吗 这就是大概我们在整合的时候要告诉你的观念 我再快速的把刚刚那7个步骤大概跟你讲一下 我是不是打开我的范例 范例在刚刚告诉你的那个网址下载下来 下载里面 打开之后呢 1点档案 2点选项 3点这个 是快速存取工具列 是要把这个选项 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不在功能区 因为真的以前它放在功能区 2003之前它放在功能区 现在它不放在功能区 然后卷轴拉下来 拉到这个地方 拉到大概这个位置 移除的大概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边这边 然后这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找到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就是Word里面 它只会把标题文件传送过去哦 好 那然后接下来新增过去 新增它就会放来这边了 然后记得点确定 最后 最后一件事 第七个步骤 你就只要点它 就完成了 就把Word的标题字哦 传送 传送到PowerPoint去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呢 我接下来我要进展到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 我要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原来 电脑应该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 当我们今天哦 当我们今天 针对这样子一个很长的文字的时候 这边很多项有十项 可是 简报 简报这边 它多了一个这个符号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而且 也不使用它 好 所以我 接下来 我想要让你们了解 例如说 假设你知道这项技能 对你的简报制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 例如说在PowerPoint里面呢 其实它预设哦 一个投影片的内容文字呢 最好最好只有七项 可是这边您算一下 这总共有十项 所以 当它在输入第八项 第九项 第十项 它就会自动把字缩小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干脆就可以把这么多的字 变成什么 两栏 来去呈现 变成两栏的方式 那怎么样 从一栏文字变到两栏 哦 其实就是 点这一个 你看哦 这一份文件 有没有 左下角这个图示 没有 因为它不到七列 不到七列的文字 那这一个呢 自己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不是超过了七列 所以 直接点它这边 将投影片变更为两栏 你看 这边是不是 一栏 这边是不是一栏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让我们 就是 怎么讲呢 这个字都维持原本 原本的大小 不会缩小 不会缩小 所以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小技巧 好 希望就是说 哦 当我们今天文件很长的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两栏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那 只有两个动作 可是 一栏变两栏 请问你以前 你怎么做 是不是先选到后面这些字 是不是先选到后面这些字 然后复制在贴上 现在不用了 现在哦 它会自动帮你去计算 它会自动帮你计算 好 将投影片变更为两栏 那这个时候不仅我想要问你们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哦 等你做完这件事哦 怎么样恢复变成一栏 可以吗 请你们等一下练习一下 你会把它变成两栏 那就一定会有同学说 老师怎么变成一栏 好 来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 除了control加之以外 还有没有别种方法 我们来思考一下 刚刚有同学问我 就是说 怎么样设定标题 如何设定这是标题一 如何设定这是标题二 例如我先把所有的段落全选起来 现在我全选所有的段落 怎么样全选所有的段落呢 很简单在这个段落左边界 这是左边界嘛 左边点三下 一二三 这样就选到全部 全部 或者是快速键control加A 然后我们接下来设定 设定 设定 内文 把所有段落都设为内文 好 是这样做的 那怎么样设定这一个段落 它是标题一呢 设定的方法就是游标在这个段落 任何一个地方 通常我们是打完字 打完字 然后点一下标题一 就这样子 然后 例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设为标题二 对不对 对 你们不回答我就只好自问自答了 好 那 现在它要把它设为标题二 是不是就点常用样式底下标题二 这样就设定好了 那 当然相对这边是不是内文字 内文字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就打完这个标题字的时候 这边我们就直接输入标题二 我们会是这样来去操作的 这样就设定好标题了 好 我先还原到就是说 如何设定标题 如何设定标题是这样来去做的 好 就是这一个标题 这一个标题 它是标题一 然后只要点选常用样式底下标题 而且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这里也可以 在这里也可以 直接点选标题二 你就把它设定好变成标题二了 那如果你想要变成 这里面只有标题标题二 标题三标题四 还有内文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已经设好的标题二 变成内文呢 可以的 就直接点内文就好了 好 那就请你们来去练习设定一下标题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在正规就是 真实的一个操作的情形 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操作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我打到成功简报关键篇 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快速键 就是还是停留在键盘上的操作 然后把它变成标题文字 所以它的一个做法是 Auto加Shift再加往右的方向键 不好记哦 可是事实上等你用习惯了 像这份文件你至少要用四五十次 四十七次 你也会习惯 Auto加Shift加往右的方向键 可是现在它是标题二嘛 怎么变成标题一 那就按AutoShift跟往左的方向键 它就变成标题一了 接下来游标是不是要移到这个地方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打到构这个字完毕之后呢 怎么样把它变成标题二 AutoShift往右的方向键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现在这样一份文件内容呢 变成什么 变成拟好简报的这个样式 可以吗 最好要学会这件事 这在我的讲义 这在我的讲义里面 是有谈到这件事 这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做法 千万不要打完字 然后抓滑鼠 抓完滑鼠之后再去打字 这样子操作不好 最好都是停留在键盘上 所以可能这边要背一下 因为一份文件 大概要用四十多次 这快速键的使用 应该是蛮值得你学会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练习 使用快速键 把内文段落变成标题文字 我们刚刚有学过就是 Word把标题字全部传送回来到 PowerPoint 这样变成什么 一份简报 这很快嘛 可是 PowerPoint的这边 PowerPoint的这份文件 能不能快速的 传给Word 变成讲义 这有一个专有名词 讲义 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制作讲义的时候 不用再去透过刚刚的快速键了 但事实上也有 也有传送到Word的这项功能 好 那接下来点选档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储存并传送 有看到 因为这个概念是传送 千万不要用复制贴上 你可不可以用复制 把简报里面的标题 次标题 复制起来 全选以后复制 然后贴到Word 可以啊 不要这样做 我们要做的做法是 传送 所以点选档案底下的传送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功能 其中 其中有一个叫做建立讲义 建立讲义 它就是要教我们 它就是要教我们 就是把那个简报里面的字 传到Word 讲义就在做这件事 好点选建立讲义 请勾选 只有大刚 只有大刚 大刚的意思哦 如果 如果 刚刚我点选这个大刚 你大概就知道 里面不包含图片 也就是传送过去的 只能是 大刚文字 只能是大刚文字 然后点选 只有大刚之后 点选确定 您看是不是很快的 就可以把 PowerPoint那边的文字 整个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之后 您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变成 项目文字了 这边 项目文字 因为标题里面 标题 你其实在做简报的时候 它其实 上面的主标 跟下面的内容文字 其实都有加标题 项目符号 所以都变成项目文字了 那这可以方便快速 让我们去完成 首先 再做一次 点选 档案 然后接下来 储存 并传送 第三个动作 点选 建立讲义 第四个动作 点选 建立讲义 接下来请勾 只有大刚 这样我们就可以 快速的 点下确定之后 就可以快速的把 简报文字 变成 这个 word的一个项目 按照顺序 按照投影片的先后顺序 排列整齐 提供给我们 快速来去做 那为什么要学会这件事呢 真的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 所谓科学家受训练 先是 纸上可以work 纸上可以工作 他就直接 我跟我们学长 或是学弟 在讨论 在做研究 这件事 我们全部都先把 简报的 大刚 先列好 好 我们都是这样来去做的 因为简报里面 可以做很多的新制图 然后从 沙盘推演 简报大概先成型 再接下来直接传送到word 再接下来继续打 这个 细部的文字 提供给我们参考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六个步骤 快速完成 讲义 我想接下来要跟你分享 跟你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 这边有一个表格 这边有一个表格 word的文件里面最多的是图片 表格 标题字 请问有没有可能把内容文字传送给简报 不可能 简报 都是在讲内容文字 就是我们可以用说话的方式去讲那些内容文字 好 可是我现在我就想要教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一份文件 这一个文件里面会有表格 这是word文件会有一个表格 表格的内容能不能去 就是说 例如说放到我们的powerpoint去 可是word文件要是修改内容 powerpoint的那边要跟着修改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好 你大概先看一下这个word的表格 然后点它 点它是什么 全部的意思 把整个表格都选举起来 你现在这样子选 算不算选到整个表格 不算 这边都没有选到 好 点选 这一个图示 代表选到整个表格 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的这边 好 假设我 我现在新增加一张投影片好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 游标 因为表格东西不可能贴在标题 一定是贴在内容这边 所以直接点选 这边的贴上 常用贴上里面 有一个叫选择性贴上 那请问 右键 右键有看到选择性贴上吗 这边有没有看到选择性贴上 没有 我特别提醒你 因为有些同学他会习惯用右键 这也是微软公司他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其实选择性贴上真的蛮实用的 好 我们现在就选这个贴上底下的选择性贴上 而且贴上一定要贴上连结 一定要贴上连结 意思就是说 没有这个连结的话 那个word文件改变 这边简报不会跟着干 好 就是这个贴上连结 然后点选确定 我们现在先回去刚刚那边观看 例如说 刚刚这一个word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那个空白文件 空白文件 例如说 假设我增加两个字 空白文件 制作 好 我现在是不是输入了 空白文件 制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去看 powerpoint的这边 有看到吗 空白文件 制作 当然你记得 这个word文件 如果储存 然后简报文件 储存 那word文件 那一个表格修改 简报这边就跟着修改 请问 我现在是教 复制贴上 也是复制选择性贴上 复制选择性贴上 告诉各位 第二天最后我们会考试 考试不是为了法律考导 答案绝对不会请你选复制贴上就对了 听得懂吗 绝对不是选复制贴上 一定是教你 就是除了复制贴上以外的技巧 这样子的话 包含连结的优点就是 来源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跟责感 可以哦 我刚刚只是做一件事 第一 选到这个表格 然后呢 滑鼠右键 复制 第二 做什么事情 到powerpoint这边 这边你不能用滑鼠右键哦 不可以用滑鼠右键 因为太多同学问过了 等我哪一天到微软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会去请问 请问在规划这个powerpoint的软体的人 为什么不写右键 右键 选择性贴上的功能 好 那现在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你要选 常用底下的贴上 选择性贴上 而且记得是贴上连结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选择性贴上 好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握的这边握的这边可以修改 但是powerpoint的这边不能修改 他要做内容的修改 不应该在简报这边修改 因为你的来源 来源处修改才有意义 而不是目的这边修改 也就是说 如果别人做一个文件 别人做的文件 我可以引用 但是如果你修改 你必须要通知对方 好 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有达到就是通知 了不起是共用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下 在这个地方 不是为了要请你做修改 你可以修改 例如说可能是设计性质的修改 但是当你一更新资料的时候 例如说假设在这个地方 你帮我输入123 然后把它存到 把这边东西内容存到 它可能到时候又整个会恢复原状 反正原则上 来源可以做修改 没有人去修改 目的处的内容 这是没有意义的 内容不要修改 但你如果说要改革式没有问题 改革式没有问题 请你切记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今天我做大数据分析 我做资料分析 可是假设我今天 我是要统计 例如说交通好了 那我可能就是 例如说闯红灯的记录 有多少笔 我要去做这样子一个大数据分析 可是我不是创造资料的人 可以了解 所以那些资料笔数 不是我这边能够去修改的 你应该是要随着某一个单位 也许是交通管制单位 他去把资料做好 他一做资料更新 我的大数据 视觉化图表怎么直接更新 可以了解 绝对没有人在目的这边做修改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在这边做修改 那你一定要先拿到这份文件的修改权 好了 那假设没有文件的修改权 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复制选择性贴上了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记住 因为这样就丧失了那个 资料来源修改 目的跟着修改 不可能目的修改 这边 这边假设我把这个1233掉 对吧 你有没有发现你看 PowerPoint这边快点两下 它是直接跳回来握的 再看一次 现在我们是不是在PowerPoint 我这边我要修改那种快速点两下 我是跑来这边 好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假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复制 复制 然后 接下来我到PowerPoint的这边 对不对 新增一张头领片 我又不要放在这个地方 这边没有选择性贴上 所以假设我今天做贴上 假设我今天我做贴上 我是很单纯做贴上这件事 好 因为Ctrl加V是贴上 不是选择性贴上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贴上有这几种 还有选择性贴上 所以意思就代表说 选择性贴上不等于贴上 好了 我想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握的里面 是不是还会有图片 还会有图片 那就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要是把这个改成标题1 好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改成标题1了 然后 这个图片也改成标题1 然后呢 他就说 那我能不能传送 把这个图片也传过去 刚刚我教 传送到Microsoft的PowerPoint 等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 其实图片的传送不是这样做的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刚刚是不是有图片1 他说 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焦的技巧 001有看到这件事 事实上有图片吗 没有 没有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当你今天想要去做图片的收集 图片的收集怎么做 我们图片收集一定是用相簿 相簿 插入底下的相簿 然后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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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或 辞碟片 例如说 我选择 範例 图片里面的 範例图片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然后 假设我 只选4张好了 你也可以全部选举起来 然后点选什么 插入 建立 你看这样 我是不是就把那些图片都建立到这里了 这是 如果您今天是要收集图片 你必须要用相簿来做 那当然 当然 有点脑筋急转弯的 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就是 请问这些图片能不能传送回去给我的 那就不是变成讲义 因为它不是文字 它还有别种的 讲义不是有很多种形式吗 好 那个 其他种形式 是可以把图片传送回去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假如说 以握得 握得里面 可能 你会传送过去有标题字 可能会有表格 可是呢 针对像这个图片 针对这个图片 如果你要把这些图片全部都放回去到简报里面 传送给简报里面 怎么做到这件事 那是在PowerPoint的 直接在PowerPoint这边 我们直接做插入相簿 插入相簿 插入相簿 然后接下来由此插入相簿 然后再去选择你要的图片 然后点选插入 然后建立 这样子就可以建立 把图片都叫进来了 好 提供给你参考 这是如何快速把整个资料夹的图片收集起来 放到PowerPoint去的快速做法 叫做相簿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相簿 好 我们现在我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假如说它一份Word的文件 一份Word的文件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还有这一张图片 那图片怎么样传送给PowerPoint 图片 这些都是图片啊 怎么传送给PowerPoint 不能传送嘛 可是它有相簿的功能 所以我就先把这些图片 滑鼠右键另存成图片 另存成图片 例如说存放在我的D磁碟机 刚刚这里面 例如说 这边我就存成JPG001 存到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第二个图片 滑鼠右键 然后另存成图片 然后一样存在刚刚的D磁碟机 范例 然后叫做JPG存成002 然后接下来第三张 另存成图片 一样的做法 我就先把这些图片 想办法先收集起来 003 JPG 存档 第四张 另存成图片 依此类推 我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 就收集了 假设有50张图片 我是不是就要做50次 对不对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方法 就只能这样做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这边的关系 所以我要去把这几个範例 这几个图片先解锁 解锁 好应该点 确定 确定就好了 好然后接下来呢 我现在有四张图片 理论上这边可能就有50张图片 你就一张一张来去做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透过这里面的相簿 插入相簿 然后接下来去选择我的低磁列机 低磁列机 然后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范例 这四张图片 选拘器来插入 然后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四张图片了 放在简报里面 然后你再去做 在这个地方来去做调整 看你要怎么样去呈现这张图片 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的 这样子一个方式吗 当然你也可以复制贴上 复制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在这边 新增一张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一张复制 就是滑鼠右键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 到PowerPoint的这边来去做贴上 本来你就是这样做的 我也只能这样告诉你 就只能这样做 因为他这边没有快速的去解决图片的方法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那你们可以自己来去练习 动手做看 可是真的还是在做复制贴上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word文件传送到PowerPoint word里面的标题字放到PowerPoint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在PowerPoint这边呢 PowerPoint我们可能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例如说我现在第三页 或者是说我现在我们来去看这个第三页好了 会议管理篇 有如何有效的进行会议邀约 好 例如说我们先把一些就是复杂的字 或形容者山调 例如说 course会议两个字也可以山调 会议管理篇 如何快速制作 来宾名牌与立牌 然后简报中 那个记录笔记 记录笔记 然后如何将会议中的代办工作 所以重点是在讲代办工作 还有会议记录与参与者 应该是说如何快速分享 好 现在这些都是重点 就是简报里面 简这个字 它主要是在讲很简单的一个设计 那滑鼠右键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选择这一个方式 然后稍微变更一下颜色 为什么要教这件事情呢 主要主要是要告诉你说 快速的可以把文字 变图示 可以吗 这个叫做转换成smart 可是还没结束 这只滑鼠右键 你可以快速转换成smart 对不对 好 等一下我会希望说 在这里面要告诉你 它除了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两个smart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这边会议管理篇 是不是可以做成这样子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先简单的修改文字 直取重点 取完重点之后 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 请你先选择跟我一样的方式 请你先选择跟我一样的内容 例如说我选择这种有箭头的符号 然后变更一下色彩 然后接下来设定 那这里面 这里面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稍微调整 例如说这个代办工作 这个办跟工 中间我会多加一个 Enter 让它变成上下 还有像快速分享 我会把它变成上下 还有这里面的字 这里面的字 我会觉得变成黑色 先把它变成 或者改成红色 怎么选到这个 点它 然后把字改成 例如说红色 就不是白色 请你们先做到这边 这是第一个 我要请你们先知道说 简报里面 它自己可以做这个图解 可是不只做一个 它可以做两个 好那我现在要教各位 不仅仅是smart art 其实这样子一个简报的内容 给我的感觉 它已经变好看了 至少比原本这些都是文字 好看多了 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邀约 然后文圈与海报 这应该是宣传 所以我会把这个字改一下 例如说叫做宣传 那刚刚是不是文圈与海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去插入文字方块 例如说文圈 然后海报 一定要做成上下排列 上下排列之后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滑鼠右键 是不是又可以再做 转换成smart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互相堆叠起来 会变得更好看 而且更容易让主管去理解 那放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今天 今天做 做层次感好了 做这样子的层次感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项目 例如说直接搬到这个地方 好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意思 就是说这样子逐一的再去堆叠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主管看起来 他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内容是蛮不错 像这个地方 来宾名牌与立牌 那应该就是那个 假设这边是文件 好 一样的做法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就直接复制贴过来 直接把这个文宣改成立牌 桌牌 坐牌 好 大概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吗 那如果做好这两个东西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去做 例如说排列 物件的那个先后顺序的排列 对齐 例如说靠上对齐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改变 可不可以改变颜色 当然可以 好 你可以自己去改一下颜色 让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变好看一点 随便去改一些颜色 变成另外一个形式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 我们其实可以做两个 两个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SmartArt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准备的文件可能还会有其他文件 就请你再继续去做一下 好 那我想我就两个的SmartArt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啰 两个SmartArt的应用 接下来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个范例的下载嘛 这个范例呢 这个范例怎么下载 就是请你先打开Chrome 然后输入10.2.26.139 然后冒号8080 然后请问这是不是文字档 文字档 你可以直接用IE或者是Chrome来去开启 它不能下载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不能点它 你不能用左键点它 你必须要用右键 另存 就是把这个档案呢 另存 另存到 例如说自己的低词跌机里面 要用另存的方式存的 你不可以直接点它哦 你直接点它是不是就透过了什么方式 直接透过Chrome 现在这个画面其实是Chrome浏览器 点它 它是不是直接 这边还是可以开 好 是不是放到下载里面 麻烦请把它复制 复制 贴到自己的低词跌机这里面 贴上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请问我们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用以色列来打开 你会发现 这个档案 它是乱码 它是乱码 为什么它是乱码 我必须要让你了解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络上的开放资料 这是 呃 卫福部 这是卫福部疾管署 公布的一个登革日 每日通报的结果 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2017年 这20年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好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档案是来自于哪里 网络上 对不对 网络上 好网络的文件都是 utf-8 这个编码 你必须要记一下 网络上的文件都是用utf-8 好那我就先关掉 所以呢 我必须要先把这个档案 先转一下 转成什么 不是utf-8 而是我们习惯用的 例如说 amsi 就是大五码 来点选这个 然后接下来开启档案 用记事本开 请问一下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到 资料都是正常的 那你怎么把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变成 那个编码是可以在以照正常开启 看到内容的那种码 那我们就要先档案另存新档了 先把这个档案先另存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编码 它原本预设 因为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它是什么 utf-8 请把它改成 例如说这个 unicode unicode 好 例如说我们改成amsi好了 第一个amsi 然后点选存档 然后取代它 只是把编码改掉而已 好 然后点选是 是的 好 这时候我们就关掉了 这时候 这个档案滑鼠右键 你开启档案 用ecel打开 它就不会随时乱码了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吧 你如果说都是乱码 你怎么做分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透过记事本 把编码改掉 这个小技巧你一定要会 因为几乎所有网络上下载下来 不能用ecel做开启 这个是在整合的时候 我必须要让你们知道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如果我准备好一个ecel档案 那倒没有问题 可是我准备了一个 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文字档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 第一件是滑鼠右键 然后开启档案 你可以选择预设的程式 然后在这里面去找记事本 找到记事本之后 只要做什么事情 档案令存 把现在这个档案令存成 例如说Ansi 就是不可以用那个编码模式 是UTF-8 因为那个只有浏览器看得懂 中文字哦 只有浏览器看得懂 数字英文不会变 就只有中文字会变乱嘛 然后接下来改成Ansi之后存档 然后接下来呢 你这个时候才可以用滑鼠右键 然后打开这个Excel档案 好请你们先动手 先修改 修改上网下载下来的 这样子一个文字档 然后接下来 然后修改从UTF-8 对许8的编码模式 变成什么 Ansi 这样子我们Excel才可以开启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用Excel打开这个范例了 那开启这个范例很简单 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开启档案用Excel打开 这里面因为资料很多啦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笔 有7万多笔 就是这20年来登革热的发生病例数有7万多笔 好这个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内容 这样子的资料内容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做一个分析 就是画出一个统计图表 好我们因为重点不是要教你分析 可是至少至少请问一下 你有发病日 个案研判日 通报日 性别 年龄层 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 请问一下 有这么多的栏位名称 请问你觉得要发生什么 你觉得要分析什么 我们就来谈一个最简单的分析 就是每年发生病例数有多少 就是1998年有多少起登革热的病例数 2015年有多少起登革热病例数 2016年有多少起登革热病例数 好不好 我们来做这个简单的资料分析 就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统计图表 然后统计图表再放到top point的去 好 既然要做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怎么做 最简单的做法 是不是用插入底下的枢热分析表 所以点选插入的枢热分析表 确定 因为我要去分析 每一年有几起登革热病例数 所以每一年 所以每一年 请问一下 那是不是跟年有关系 这里面只要是跟日期有关你都可以选 例如说发病日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确定病例数 这意思是什么呢 1998年1月2号有议期 1998年1月3号有议期 可以吗 记得住吗 我们是不是就画好这张图了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要按照年来分析 因为你去报告 你不可能去报告什么 哪一天发生几起 哪一天发生几起 可是你会报告 例如说 你的报告内容可能变成说 哪一年有多少起 然后最多的是发生在哪一年 会这样子来报告吗 因为20年的资料 不可能一天一天报 你一定是什么 以年这个单位来去报告 好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游标移过来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这边苏柳分析表 有一个叫做群组 群组 请选到年 然后把这个月关掉 确定 马上算出来 你们觉得帅不帅 还蛮帅的吧 然后再按书柳分析图 确定 我们就分析完了 我重点要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想要知道哪一年发生多少 登革热的病例数 你看 请问一下 陈先生 陈先生 我们在报简报的时候 你会怎么报告简报 陈先生 我们但没有姓陈的 长官 陈先生 陈琳是大姓 好吧 那我们就请孙先生来报告 就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报告简报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报告什么 2015年登革热病例数最多 可以吗 我们一定是这样报告 报资讯给别人听 就是把那个最什么报告出去 可以了解 可是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学会 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边资料 请问一下 这个资料是不是会服部及管署 他们可以去修改资料 例如说 他们是不是会随着 今天是2017年10月25号 他是不是又把新的资料放进去 对不对 他们在修改资料 我们没有权利修改 我们只需要去学的是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观念 当资料修改 统计图是不是要跟着修改 这个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这边一重新整理 请问你 PowerPoint的那边 需不希望整个重新整理 当然希望 这样理解我一个 整个逻辑概念吗 好 那因为刚刚我做了蛮多的步骤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分解一下 好不好 然后让你们等一下也能够操作出来 至少做到这一个步骤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滑鼠右键点它 用什么来去打开 用Excel来去做开启 就是虽然它是文字的 可不可以用Excel来开 当然可以 为什么要用Excel开 因为我们是教Office2010的整合应用 当然要开Excel 打开Excel之后呢 打开Excel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先去做那个资料的分析 怎么分析 第一件事 开启Excel 用Excel来去打开那个范例 没有问题 插入书纽分析 所以第一点选插入 第二点选书纽分析表 第三点选这个确定 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因为我是要分析出年嘛 各年 所以第四个步骤 点选发病日 接下来呢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确定 确定病例数 就是它最后有一栏说 这一栏到底是不是登革日 它会有一个判断 我们当时要统计那个确定是病例数 请把这个确定病例数打勾 五个动作 五个动作 可以吗 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教你群组 群组 还有画图 等一下我继续把这 后面真的只有几个动作 点它 点这个地方 第六个动作 点这个 你不可以在这边 这边不能做群组 标签怎么可以做群组 可是请问你 日期现在是不是每一天 所以我们点到日期可以去做群组 所以把这个群组有看到 第六个步骤点这个地方 点随便一个日期都可以哦 然后点群组 选年 因为我要统计各年 你有二十年的资料嘛 当然只要看年 不用看季也不用看月 因为季的话就变成有八十个 那月的话那就是两百四十 不需要看这么细 我们只需要看什么 年 然后确定 接下来 接下来 只要再点 因为我要图嘛 重点是这个图 所以请点 苏妞尔芳析图 确定 我就画好这张图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做一下 大概九个步骤 九个步骤 就可以快速完成 一个 我现在想要跟你分享一个观念 可是 紧就我们 现在讲解 就是说 office应用 这一块 就是说 假如 我们今天的来源资料 这是我们的来源资料 我先用 记事本打开 记事本来开启 我先随便去修改 随便去修改 就是 这个 假设啦 我随便找到一笔资料 就是2017年7月14号 2017年7月14号 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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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 假设 假设我把它变成 1000好不好 因为总共也才78000多笔 假设我就刻意把资料改变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来源资料感 那ecell里面资料也要跟着感 我们只能动这个来源资料 所以例如说改成1000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1000 好 那我就先把它关掉 是储存 对不起 因为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说 我的ecell 我必须要先储存起来 好 例如说我先点储存 储存 然后 我现在不能存成 csv csv只能存一张资料表 好 所以我就把它存成这个性质档案 储存 档案另存新档 我先存放在 刚刚这个地方 好 那因为存好了 我就先关掉 我刚刚的ecell是这一个嘛 我先解密 解好密咯 这个档案是不是也必须要解密 然后接下来 我把刚刚 刚刚这个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存了 我先把它 档案 储存 然后关定 好 那 这个来源资料是不是被我动了 我的这一个资料 这一个登格热的资料 刚刚我做好的这个统计分析的资料 请问这边有没有改 这边没有改 我们必须要点选这个枢纽分析表设计 选项这边 选项这边 选项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重新整理 因为你看嘛 现在2017年多少 才144 对不对 才144 这是不对的 好 例如说我们重新整理 它把两个资料分开来了 这边还是144 就是2017年 我拉到最下面 破2017年 应该那个144 1000笔的那个资料 没有改 好吧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举例来说 这个2017年的2月2号这一笔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1 这个是确定数 好 我改成1000 我改成1000之后 请问这个工作表1 是不是点选重新整理 选项里面的重新整理 它是不是就变成1143 刚刚144 可是我把1改成1000 那是不是增加999 所以就变1143 这边是不是就跟着改 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了不起是 就是未进来那个资料在做修改 修改 这些图只要透过一个重新整理 就完成了 千万不要重做 因为真的 以前我不知道 你在统计那个1月的资料 是不是会画统计图表 真的 2月 到了2月 又重新再画统计图表 3月又重新再画统计图表 这个时候 也是在做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 请问你1月做完 跟2月做完 请问 那个 画出来统计图表 会不会有时候 格式跑掉 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 会吧 听得懂吗 现在你可能没有遇到 但是 未来你 真的 记住 不要一直重复 再做 重复的动作 好 我现在 我们统1 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这一个 这个统计图表 滑鼠右键 复制 这个统计图表 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 PowerPoint 假设最后一页好了 新增 那我们 切记 不要用滑鼠右键 点这边 这边没有选择性贴上 这边才有 所以 开一个新的 投影片 然后接下来 贴上这边要选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只有一种 以上物件 然后 确定 这里面的资料 这里面的资料 如果 如果来源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2015年 2015年 那我就把 原本这个地方 登革热 我刻意把2015年 因为它有按照时间排 我这个地方 我刻意把2015年的资料 我删掉很多很多 你看哦 我总共选到多少 我总共选到我觉得三调5000笔好了 可以吗 你看我现在 我是不是网上选选到了多少列 4000多列了 42多 46多 好 假设我现在删掉 5026列 就是 2015年不是很多很多 登革热的资料 对不对 好 那我直接把 这个里面资料 删除 我现在是不是删掉了 5000多列 5000多笔的 2015年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你看一下2015年 是不是还是维持 其实4万多笔 删掉5000 没什么感觉 可以吗 应该还要再删掉 更多一点 这个 因为4万多笔 4万多笔 好吧 这样子才1000多 所以我去删掉 这样26000多笔 加刚刚 好 直接把它删掉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我删掉非常非常多笔 26000多 我甚至删掉3万多笔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工作表 这边 我们是不是点 分析里面的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2015 它是不是下降很多 可以了解 我现在做的 这意思 可是现在重点 我们是不是要去看 PowerPoint这边 是不是统计图表 跟着原始以色调资料 改变而改变 我重点 其实只是为了 要教你这件事 以前我不知道你做复制贴上 你绝对达不到现在这样子的效果 可是我们做简报 简报只是一个要报告的工具 不可能在里面去做Excel 我们一定是以下里面做好统计图表 然后透过这一件事 滑鼠右键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到PowerPoint这边 新增一张新的投影片去做贴上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包含贴上连结 确定 一定是这样做的哦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现在麻烦请你们动手来去做复制跟选择性贴上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Excel 假设来源资料改变 那么我们PowerPoint里面的统计图表内容会跟着直接改变 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如何在网路上找到我们的教学影片 找到我的教学影片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想要学Office2010 那当然影片放置的位置都是在YouTube 所以我就先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因为你要找我的 你要找我的教学影片 那当然关键字你可能就要输入我的姓名咯 像今天我们教各位的内容 可能明天后天 你要等到假日的时候 我会比较有空 我就把它剪好 放在YouTube上面 那我们还是可以搜寻看看 例如说Office2010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Office2010 整合应用 那你就把这些关键字都打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2014年有做这个教学影片 你看 Word的标题传送到PowerPoint有印象哦 早上我们教你的第一招就在教你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能还要先学会如何去把范例从网路上抓下来 那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哦 你想要找那种一整步 就是很多个小时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个筛选器来去做筛选 例如说我想要超过20分钟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全部列出来都是超过20分钟的 例如说你看我这边Office整合应用四个小时 33分42秒 好 例如说你就可以看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点下去 好 那我就不播放那个声音给你们听 我只是说请你们到时候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你看还是有人按不喜欢啊 这个网路的世界没办法去控制别人 甚至我最近哦 最近我在做大数据分析嘛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所有的相关影片 你看哦 当点选孙在阳点他 然后你看我现在的一个订阅人数有3500 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我有一些新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讯息了 所以你可以点这个地方去观看 例如说点选我的影片好了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一天前我放上去的 过得文书处理提升工作效率 第四 第四课 那我就再教统一文件样式 目录的制作封面的制作等等这些 好 那甚至哦 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我的就是观众 他可能对于就是说收到诈骗信件 好 如何去提升他们的辨识能力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真的录制了这样一个内容 希望就是说我的一个学生能够面临到诈骗信件的时候 能够辨识的出来 好 千万千万记住 这个信件特别特别要请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信件里面都会有附加档案或超连结 千万别点那些内容 因为都会变成他们的一个钓鱼 就是落入陷阱的地方 所以请你们特别特别注意 好 这就是如何找到我的教学影片的方法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你们回家的时候 你等一下也可以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office2010 我个人是有这个习惯了 例如说这个 我看到这里面好了 然后去找播放清单 你看我的播放清单 office2010 office整合应用码 这边有57部影片 然后 你去看第一部一定是很长很长的影片 然后第二部开始 就是我把这个四个小时多的影片 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例如说这部影片8分钟 这部影片6分钟 4分钟 3分钟 好 那建议各位就是一天学一部影片 就是这是第1然后第1第2然后接下来第3第4第5第6按照这个顺序来去把它学习完毕 这样对你的学习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剪成这样子小小的影片 是因为方便你去查询office整合应用是不是很多内容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去找啊 例如说我想要去找像我们早上教的word标题 然后传送传送到哪里powerpointenter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部影片 所以我不希望给你是一个很长的影片 而是方便你在复习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查找功能的时候 能够找到我这部影片 好那我想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我的教学影片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效率提升的方法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先打开打开这个office2010tips40招 然后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有些人他在制作那个一份文件制作word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做一些修改修改 然后完毕之后呢他可能就去睡觉 睡觉醒来之后他想要知道他刚刚改到什么地方 举例来说这份文件是不是很长 这份文件应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文件 总共有42页 那假设他今天去看这个文件 看这个文件我就随便挑 例如说看到这个地方好了 按下建立即可完成 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今天哦 他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下今天的日期好了 他就直接在这边说2017斜线1025 然后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就是你随便挑一个地方 然后输入日期然后存档 那我们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他希望哦 他在开启这份文件的时候 能够快速找到刚刚或者是之前编辑的位置 好你看快速点亮一下 他现在打开来文件一定落在什么地方 落在一刚开始的第一页的第一行的第一个起始位置 那怎么样快速找到上一次储存档案的那个位置呢 要用快速键 要用快速键 好而且要背起来 可是背起来这个快速键 你下次你就可以继续接续之前的文件编辑工作了 好 Shift加F5 有没有看到快速的跳到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Shift加F5 这个快速键你们喜不喜欢 我觉得如果你在编辑很长的文件 这个快速键是需要知道的 好 Shift加F5 可以快速回到上一次储存档案 最后那一个编辑位置 我再做一次哦 举例来说我这边我随便在挑 假设我现在看文件看到这个地方 如何有效的整合多份文件 假设我后面我随便加几个字 一键倒定 好然后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文件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哦 好这是在第二时 这是在第二时 好我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经过了 例如说两天后我要再重新打开这份文件 怎样回到刚刚那个位置 Shift加F5 是不是快速到一键搞定 就是我最后存档时游标所在位置 换你来去玩一下 这个快速回到上一次储存档案 最后的编辑位置 这样我们修改长文件 就方便多了 简单多了 假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输入 输入什么呢 输入今天的日期好了 如何输入今天的日期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直接打字的方式 例如说2017年 好所以他会加一个斜线 然后接下来他会看这个系统时间 10月 10月斜线25 这样是不是就把日期打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可能空一格 还会再输入什么 下午 下午01 冒号56 就是把今天 还有现在的时间 全部打完 可是这个部分 其实有快速键是可以用的 好 怎么使用快速键呢 Auto Shift 再加 因为我要今天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日期 日期是DAPE 所以是Auto 加Shift 加D 是不是就打出来了一个 10月25号2017年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要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Auto Shift 加T Time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跟这个都是虚 就是底色是什么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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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可能会有 就是 假设今天我们的那个时间要是更改 它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做更新 可是这个会不会做一些修改 不会了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是直接去抓出系统时间 这个是透过打字的方式打出来的 所以当系统时间改变 这边就会跟着去 可以做更新 所以这边再一次的强调讲一下 快速键是Auto 加Shift 再加Date 的D Auto Shift 加D 好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 现在的时间 Auto 加Shift 加T 这就是 现在的时间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用快速键输入 现在的日期 现在的时间 有些人呢 他在做文件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一个段落符号 这边也有一个段落符号 但是你应该知道就是 当我们今天输入文件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一个段落完毕 应该就接着这个段落 中间需不需要一个空白段落 你们在输入文件的时候 请问 会不会有段落跟段落之间 加一个空白段落 应该没有这个需求 可是 有人 他习惯 习惯就是说 在未完成的文件 他可能会多加一个空白段落 准备要再插入一些 跟前段 后段 有关系的 新的段落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们现在哦 我想要把两个 这样子的一个段落 变成一个段落 所以以前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用 back space 或者是删除 先选到这个段落 然后 delete 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嘛 对不对 问题是这里面 假设有 42页 如果说一页有 10个 10个 这种enter 天啊 你要做多少 400次 好 如果少一点好了 一页里面 假设有 3个 那40页 你是不是要做120次 而且 你做完 你可以保证 全部都做完了吗 不行嘛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一招 教你一招 我们把这个 这个 enter enter 直接换成 两个 enter enter 变成一个enter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就是 段落跟段落之间 不要有空白段落 段落跟段落之间 不要有空白段落 好 怎么删掉 怎么删掉 我用的方式是 常用 底下的 取代 我绝对不是要教你那个 删除这个空白段落 这边 常用 取代 我可以把两个 连续的段落符号 变成 一个 段落符号 哎 来看看 常用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取代 然后接下来寻找的目标 我是不是要把两个段落符号变成一个段落 所以呢 在这个寻找目标 这边要怎么打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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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打 你这边能够选择的东西不多啊 第一个 寻找目标 你可能会点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所以点下去 空的 好 所以不是选这个 嘛 再来 寻找 都还没设定 你不可能去设定 取代 好 所以不是这边 现在只剩两个东西啦 所以你会选哪一个 是不是只剩更多了 对不对 可以理解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就是一些操作上面 我们也慢慢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概念把它加进去 好 点选更多 更多里面 更多里面好像这边都是跟段落比较没有关系的 它在这里 指定方式为段落标记 是不是就上去了 请问 我要把几个段落符号设定为一个段落符号 是不是这边要两个 所以呢 指定方式 这样是不是就是两个段落符号 变成什么 一个段落符号 一个段落符号 全部取代 它说它总共做了112项的取代动作 请问做完了吗 可能还没做完 因为 可能 因为这是别人做的文件 也不是你做的文件 说不定它曾经有做3个段落 就是段落跟段落中间摆了2个空白段落 所以 反正我们只要再多按一次全部取代就好了 你看 是不是又做了7次 7次 好 那 会不会有可能 在段落跟段落中间它放3个空白 没关系 反正不管它放几个 我只要再取代 它这边是不是只剩下1个了 当剩下1个的时候 应该就做完了 就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段落跟段落 如果 请问怎么查 怎么查用搜寻 我刚刚听到同学讲搜寻 对啊 我们来去找找看 在这么长的一份文件里面 有没有段落跟段落 就是段落跟段落之间有一个空白段落 就是有连续两个段落在一起的 好 我们来找找看 所以用寻找 寻找 段落 段落 有看到吗 它现在落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好 落在哪里 这个段落跟段落 落在哪里 落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仔细看 这是整个文件的最下面 没有东西了 看得出来吗 这是不是整个文件的最下面 好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最下面一定要放一个空白段落 可以哦 好 所以真的没有了 就只有这个地方有段落段落 就是连续两个段落 其他没有连续段落 这样是不是就把所有的段落 就是段落段落 变成一个段落 符号 好 我用的方式是什么 常用底下的取代 是不是可以节省我很多时间 OK 请你们复习一下 常用 取代 然后寻找目标 要设两个段落 就是用这个 更多底下的指定方式 好 或者是 你要是记得住 就记 R paragraph 的P 好 然后 请你们做全部取代 可是不是只有全部取代一次哦 可能要做三四次 整个才会结束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我们接下来介绍跟打字有关系的事哦 很难得会介绍到这件事情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呢 我在这个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标题二的结束 我可能会希望输入什么 例如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作 类似这样子一句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以前我们的做法 你可能会就直接打字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作 那请问一下哦 这个字 我想哦 在座的各位 你应该可能会经常使用到 既然 你 常常会使用到的话 为什么不把它定义成 经常使用的文字 就是 也许我用一个代码 来去做一个取代 这个概念叫自动校正 对于电脑来说 它就只要看到 你打的这几个代码 它就自动帮你转换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复制 我先把这几个字复制起来 等一下我就不用一直打字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自动校定呢 自动校正 第一 连选档案 那你一定会问 奇怪了 我设定这个校正 校正的意思 它应该可以累解 可是为什么会放在档案 因为它是放在选项里面 因为大家可能会针对 你经常使用到的 跟我经常使用到 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需要使用 所以它变成放在选项里面 点选 点选 档案底下的选项 在校定这地方 校定 点选校定之后 再点选什么 自动校正选项 自动校正选项 这边有取代跟成为 例如说我就直接输入 NTPD 成为什么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请问 这时候要按什么键 新增 再按确定 因为最多同学每次都跟我讲说 老师 我的电脑有问题 我就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我真的设定了五遍 他都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他没有按这个新增 对不起 因为他没有按这个新增 所以他就没有新增到这个字库里面去了 点选新增 点选新增之后再按确定 确定 好 接下来 例如在这个地方 就输入NTPD 可是他没有变啊 对不对 例如说 当我继续输入 制作 制作 句号 你看 他是不是自动帮我转换 不过也有原始文件他是这样说啦 就是 当你输入完NTPD 你想要直接看到新北市政府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一个空白键 可是按了一个空白键 我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常用底下这个符号 他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空白键 好 所以我不喜欢教你就是 输入这个NTPD 这个自动校正的文字 后面再多点一下空白键 这到时候 你又必须要用取代 取代什么 取代中文字后面 多一个空白 好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们就直接打字的方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直接说 NTPD 制作 句号 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用知道什么 按一个空白键这件事情 因为 有时候那个空白键会影响到你的排版 好 那我想 嗯 这个自动校定 自动校正 点选档案 选项 然后 点选 校定 自动校定选项 例如说 我就输入 ROC 如果这边我输入 大写 那么 我到时候打字 我也必须要打大写 如果我打小写的ROC 他不会帮我转换 例如说这边 代表是 中华民国 然后 一定要点这个新增 一定要点这个新增 最多同学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只点了 确定 点选新增之后 再点确定 确定 然后 接下来 我们例如说输入ROC 然后 中华民国 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是 小写的NTPD 这边都没有转哦 这边都还没有转哦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接中文字 他就会直接转了 他才会开始做自动校正 好 例如说 制作 因为这边是连续两个 所以这边还真的 必须要按一个空白键 NTPD 空白键 好 因为是连续两个 如果 只有一个 你可以直接去产生出来 那你去动手玩一下咯 记住哦 记住 我最后要强调讲ROC 空白键 他不会帮我转 因为我刚刚是设定大写的ROC 不是小写的ROC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自动校正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教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好 这边有一张图片 这边也有一张图片 这也有一张图片 反正这一份文件里面有非常多图片 他说 他要一口气把所有图片 通通删掉 诶 那请问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 只要是问题 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怎么解呢 随便你将游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点选常用底下的取代 取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寻找目标要改成什么 寻找目标要改成 一样 刚刚这边是不是更多 点下去这个更多 指定方式 请问哪一个是跟图片有关的 它不叫图片 它叫图形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图片就是图形 好 所以点选图形 然后接下来取代 请问你要把图片删掉 所以取代为里面要放什么内容 没有内容 然后接下来点 全部取代 它说全部取代了85张图片 85张图片变成没有东西 确定 再做一次好了 它说完成了零像 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图片删掉的动作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删除图片的做法 能不能再做一次 不行 再做一次也没有意义 就是选档案底下的取代 然后接下来 这边寻找目标 寻找目标 你一定要用更多里面的指定方式 里面从上面往下慢慢找 有看到图形 图形就是图片 也就是Argg Argg 然后接下来呢 取代变成什么 取代为没有东西 全部取代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一键删除所有文章里面的图片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标题1 很多标题1 可是哦 它不会把所有这些标题都选到 你看哦 这个标题1 这个标题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 它希望放在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它是第二章的一章开始 应该是要放在一个新的一页 而不应该是承接第一章的最后面 像这个是不是第三章的一章开始 会议管理篇 它就希望是放在这个地方来开始 所以它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它就先好希望想 好希望学会如何选到所有的标题1 如何选到所有的标题1呢 将游标随便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好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常用 样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内容 这个段落设为标题1 所以 既然是在这边设定标题1 当我们想要再去做选取 或者是设定 应该也都是在这里面操作 所以对着它滑鼠右键点选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更新标题1 已符合选取范围 还有什么 还有 这边 全选 全选 你看一下 当我现在是不是选到这一个 会议管理篇 我们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拉到 电子邮件管理 我们拉到最前面好了 最前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全选的意思就是 把所有标题1都选取起来 可以吗 我现在不能点这边 可是至少 第一个 第一个 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是不是有选取起来 我们 好 我们再去 再去看 最下面好了 看最下面 你看 这边高效文件制作篇 高效文件制作篇 是不是也被我们选取起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全选 就是把所有标题1都选取起来 好吧 我们来做这个 你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现在我们是不是落到任何一个标题2 随便一个标题2 然后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当然要修改 选取也都是 点标题2 用右键点它 这边有一个 选取相同设定 40个 你看 所有的标题2 是不是都被我选到了 好 所以这样会选那个 相同属性 相同层级的段落 例如说 你可以选到所有的标题1 或选到所有的标题2 那我现在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应用情境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希望所有的标题1 都是从什么 一个页的一刚开始处来呈现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 假设 这个是不是也是标题1 这个标题1 我不希望它接在 就是第一个标题1 所有内容的下面 而应该要落在一个新的一页开始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选 常用底下 样式标题1 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点选什么 点选这边 有一个叫做修改 修改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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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里面 格式 滑鼠 蛮特殊的 里面有一个段落 为什么选段落 因为我会希望在整个这个段落前面 它就要直接分页 好 所以点选这个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分页的设定 分页设定 确定 我们来去看一下 你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直接跳到下一页开始了 有看到 那 这一个呢 点它 是不是也是从一个新的一页开始了 因为我是在这边修改 段落前翻页以前有同学 真的是在这个地方修改 可是 这个地方的修改呢 它只会控制一段 在这个地方的修改 它会控制所有的标题一 所以 我们是要教你提升工作效率 当然是要设定 当然是要统一性的设定 你不能说 这个段落我做段落前翻页 另外一个标题一段落 我不做段落前翻页 所以 记住 当我们今天要做统一样式设定 一定是用常用 样式 针对标题一 滑鼠右键 修改 一 常用 二 用右键点选 标题一 三 点选 修改 然后 接下来 点选 格式 格式里面的段落 好 然后 第六个动作 点选 分页 分页 第七个动作 点选 段落前分页 可以 然后再点选 然后再点选 确定 然后 确定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玩一下咯 让我们很顺利的去完成 标题一 段落前 分页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哦 这样一份文件 这样一份文件 我是不是想要去插入目录 那你就要去思考 目录放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我想要放在最上面 最上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按Ctrl加Home 是不是就回到一刚开始的地方 那我现在我就点这个 第一个标题一 现在游标是不是落在 第一个标题一的前面 然后按一下Enter 诶 刚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凡是标题一 它都会怎么样 都会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题一 好 所以请把这个标题改成内文 因为目录不是标题 目录不是标题文件 好 所以请把这个标题 改成内文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做目录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选什么 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插入目录 以前如果你不知道目录 你是不是很麻烦 你要选到这几个字 然后复制 然后到这个地方贴上 然后Enter 然后甚至还去编个页 例如说第一页 什么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选到这些字 然后复制 然后贴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那更重要的是 那个内文字要是改掉 这边会不会跟着的 不会啦 所以千万不要用复制贴上来去做目录 而应该怎么做这个目录呢 应该用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底下的目录 目录里面有一个叫插入目录 然后直接点选 确定 确定 这样是不是目录就做好了 而且更棒的地方是 这边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Ctrl加这一个 它是不是可以快速跳到内容区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做修改 做什么修改 内容文字的改变 例如说这个标题1的内容 我改成什么 成功简报关键 技巧篇 好了 那我们会不会希望这边目录要跟着改变 当然希望啊 所以我要直接告诉你 目录在这个地方参考资料目录 它隔壁就会有更新目录 它一定是把相关功能放在一起 所以参考资料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仔细看哦 这边目前还没有技巧嘛 好 确定 有没有发现 成功简报关键技巧篇 是不是就出来技巧两个字了 所以当内文字 内容标题修改的时候 目录也会跟着修改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学习一下 参考资料 目录 制作目录 制作完目录 稍微修改 是修改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里面的 例如说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123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不会跟着直接改 一定要点选什么 参考资料 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这边 就会跟着去做改变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首先 我先把这个档案打开 哇 这样子的一个目录内容 你觉得你的老板会接受吗 这边是不是看到1 然后呢 成功 这中间扣那么多 成功 是不是我更新一下就好了 好 我就去做参考资料 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呢 好像不太对劲 怎么办 好 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不是害怕紧张 只要你有我的电子邮件 你记信给我 然后或者是有我的LINE 然后告诉我说 老师我现在有极箭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可能我三五分钟我就做完 就寄给你了 知道吗 好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 怎么做 把它做好 而且要不要一致性 例如说1做完 这个2是不是也要跟着做完 当然要啊 你不能说1设一种样式 2设一种样式 这样就不行了 好 请问一下 现在这是不是目录 目录跑掉了 什么东西跑掉了 你知道吗 定位点 这个定位点跑掉了 定位点在尺规 定位点在这边 有看到吗 如果你没有尺规 检式底下 请勾尺规 检式尺规 请把尺规打开 还有 还有 请你一定要常用 这个样式 然后点更多 样式的更多 请问一下 我现在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目录1 可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 如果你游标是落在 你看这个整个段落的最右边 它会跑到超连结 记不记得Ctrl跟 跟什么 跟按这个 点这个文字 它是不是可以快速跳到文件的内容 这就是超连结啊 可是你要记住 我们要修改的是 目录1 请问目录2 是不是也要修改 对 目录1跟目录2 都要修改 可是怎么修改 怎么修改 首先 首先 我们可以 这边是不是看到 1点 然后 这边有一个 定位点符号 请把这个定位点符号 往左边搬 搬到你想要的位置 例如说 1 顿号 的 右边 假设我希望搬到这个地方 放开 还不够 好 就是 如果说你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那这个 这个是代表 1跟顿号 那个位置 所以是不是要往右边一点点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很重要一件事 请问1 是不是做好了 那请问 这个2 2 有看到吗 如果 没有跟着做好 或者是 已经做好 我都建议各位 多做一件事 针对这个 现在 游标 是不是选到这个 目录1 所以 请把 整个目录1 更新 目录1 更新现在 这个段落 所在的目录1 然后 符合 所有的 就是 把 每一个 目录1 全部 都设成 这一种样式 可以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吗 所以 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 接下来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 1点 这边 这定位点 是不是跑到太右边去了 所以就把它 例如说 移回来 移到你想要的位置 就是 1点 然后要加一个定位点符号的位置 假设我想要加到这边 可不可以再稍微左边一点点 或者右边一点点 可以 你自己去调整 调整完 我建议各位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做法 要去做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修改目录2 所以 由标所在的这个目录2 麻烦请 更新目录2 以符合选取范围 其实这句话 那个好像是从英文直接翻成中文 就应该是说 现在这个选取范围是一个标题 应该是一个目录2 他把现在这个目录2 要去套用给所有的目录2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点选更新目录2 以符合选取范围 点一下 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目录全部都设定好了 可以吗 好 所以请你们 要会去遇到那个目录跑掉的时候 都是定位点跑掉 记住 就是打开尺规 检视底下的尺规 打开尺规之后 把刚刚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目录啊 跑到右边去了 请把它拉回来 这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在换一些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用的是2013版 然后呢 到了另外的电脑是2010版的时候 诶 会跑掉 为什么 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 反正 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几乎都是这样来去解决 好 透过定位点的调整 以及 刚刚我这边跟各位分享 一定要去做 多做这件事 就是更新目录 以符合选举范围 这很重要 而且 这是目录一 这是目录一 这个是目录二 请不要改错了 你不要做这个 来去更新目录二 那是不可能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目录的定位点符号调整 我现在想要教你们那个目录定位点的应用 这一份文件有点特殊的地方 这一份文件有点特殊的地方就是 当我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我去按一下Enter 准备做目录 所以我把它改成内文 然后参考资料目录 插入目录 确定 然后呢 他就直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他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样不漂亮 就是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他开始的那个位置 不是一致的 他会希望变成一致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一致 那是因为 请仔细看 这一个目录2 这一个目录2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个定位点符号呢 刚好切在这一组 尤其是这个定位点的上面这边 如果我们今天要 让它变得比较一致 好看 你必须要再把 这个定位点符号 搬到右边去 例如说 我现在直接把这个定位点符号 搬到右边 假设我先搬到这个地方好了 然后 记住哦 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 常用底下 常用底下这个样式 样式 针对目录2 要去做更新 就是把所有的目录2 一起做更新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 有些同学 他拿到的那个版本 他不会做更新 所以这点 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知道我刚刚在做什么事吗 因为 当我们今天去做这个目录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 没办法 平平的 就是所有的目录2 我都希望他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直接把这个目录2 更新 这样全部 是不是全部都回来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9 1 2 3 4 5 6 7 8 9 是不是都在这边开始 10 11 12 是不是都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是因为 这个阿拉伯数字只有1码 这个地方 这个2码的数字 所以这个定位点符号 要给他一点点的空间 也就是说 他会希望说 知道这边是一个编号 这边有一个编号 所以 如果说今天 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要一样 而且他都是空 两个字的大小 两个十二字型大小 的位置 所以 只好 这个地方呢 再往右边推 怎么样达到一致性呢 所以我们就只好把现在 这个距离往右 你不可能把这个距离往左 不可能把这个距离往左 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两个定位点根本就不是在一起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只好把这个数字比较少的项目编号 把这个定位点符号按住往右边移动 按住往右边移动 然后记住目录二这边一定要去做更新 好 这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这样是不是全部都平平的 昨天还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是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目录字 目录字 好我们就来做这个好了 就是他跟我讲说 万一那个目录很长很长很长 长到第二行的时候怎么办 好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份文件的左右边界调整 比如说我就实际做给你们看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用专业美工也专业美工也OK 好我只是为了要凑到 让他变到两行字 可是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目录 我们这边更新一下 反正就是老师要接受挑战 好所以更新整个目录 所以他是不是说他希望把这个字挪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跟他讲说 能不能稍微删掉一点 因为标题 标题怎么可能设这么长 标题不是应该把重要的关键字打好吗 他只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就没有再说了 他说这是老师的文字 我无权去变动任何一个字 对吧 请问你的主管给你的字 你是不是要照单全收 好结果他就说 那你不是电脑老师吗 让我哑口无言了 好像电脑老师什么问题都必须要解决 好那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左边界跟右边界调整 因为他说他就是要编在一行里面 那这边也就只有多几个字 好吧 那我就改变我的左右边界 所以我就说 板面配置边界 然后他左3.18 右3.18 我就说 那我们改成 左2公分右2公分好不好 所以自定边界 左2公分 右2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我说这样是不是就在同一页里面了 对不对 请问这样他满意了吗 他不满意什么地方不满意 夜马 对不对 这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不是变成要处理夜马了 好 我们现在要教你夜马的设定 请问目录一要不要改 当然要一定要 我跟你讲 所有的夜马 右边都切的齐齐的 所以这边我要特别教他 哦 这边有一个靠右对齐的定位点 是不是应该挪到这个位置 好 他说 对 那我就跟他讲 那我们就挪一下吧 然后直接把这个 挪到 右边 再右边一点 放开 那是不是所有标题都挪好了 再来是不是还有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我还是希望说你们 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请把 游标落在这里面嘛 更新目录一 以符合选定 选取的范围 接下来就是这个段落咯 这个段落 然后 然后请把这个 靠右对齐的段落符号 移到右边去 放开 他要的是这种效果 我是挪到这个 8在右边一点点哦 这样才能够切齐 最后再做 把目录2更新一下 这样子 他终于可以交界了 而且我一边做 我一边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我好紧张 好紧张 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 紧张了 我也不跟你讲 怎么做了 我就赶快把它做好 可以吗 不是真的 当你 三分钟内要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紧张的程度是什么吗 好 那你想 这样老板 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 好 我想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兴趣 就请你开始 动手去玩一下 所有目录的问题我想应该该解决的 该发生的问题 全部都介绍完毕了 所以请你们动手来去玩一下 我们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第一页文字里面 成功简报关键篇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许我可能会希望 告诉别人说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所以这时候我可能使用的方法 就是一点 一点 或者是我们在这边写说 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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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我如果希望是有编号 就一点 对不对 我就会直接输入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直接开始输入中文字 例如说 收集素材 收集素材 Enter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编号 自动编号完毕之后 我继续打字咯 二我可能就是 你大纲 你 大纲 Enter 你好大纲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这边有你大纲 然后你好大纲 我们就撰写内容 撰写内容文章 然后接下来 内容写好之后呢 我可能会制作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插入表格 Enter 可是接下来 假设我已经做完了 我现在做完这件事了 我是不是想要结束 自动编符号 自动编 这个项目编号 这件事 如何停止 自动编号 好 再按一下Enter键 就结束编号了 你是不是就开始 继续打其他字 例如说 嗯什么 嗯 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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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方法 好 所以 设自动编号 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结束自动编号 结束自动编号 就是再多按一个Enter键 所以请你们先学会自动编号 以及结束编号 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项目编号跟文字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这个定位点符号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调整 调整它的距离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希望大一点 或是如果觉得太大 我们如何变小一点 所以滑鼠右键 就是针对这个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编号 这边有一个叫做 调整清单说牌 调整清单说牌 然后这边有一个文字说牌 就是数字的位置我们从几公分处开始 这边有一个几公分 如果我们现在就从一公分开始 那我们会希望说调整这个距离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调整到一公分 然后点选 点选这边确定 它是不是整个把这个编号整个都调整变成一公分 我用的方式 我用的方式是滑鼠右键 这个调整清单 因为它是清单 项目清单 就是这一个 好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调整项目清单 所以这个是针对清单 所以这个是针对清单来去做修改 那我如果希望说 制作方法 这整个这些内容 整个内缩一点 内缩知道吗 往右边叫内缩 所以怎么做 滑鼠右键 调整清单缩排 这个地方设成 例如说0.5公分 它就内缩 一个字又多一点点 好 确定 是不是整个内缩 可以 这是内缩的部分 那因为整个这个构成就是0.5公分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 就是它要 这个文字是从1公分处开始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控了0.5公分 那相对的 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距离 又再控大一点 例如说 控成1.5公分好了 所以滑鼠右键 这边 调整清单缩排 然后请改成 例如说 这个 1.5公分 然后这改成0.5公分 好 确定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0.5公分 这边是不是 整个从这边开始算 到这个地方 1.5公分 那我想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个的修改 很少人 会想要去动它 因为 如果说 比较快的做法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先点一下 如果你要内说 你干脆点一个 键 它会直接跳到 大概是 两个中文字的距离 两个中文字的距离 那也就是 自己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算一下 1.大概等于 0.33公分 左右 0.03公分 所以 12.大概就是 0.4公分 左右 12乘以0.33 这样算出来 大概是 0.4公分 你不知道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 我要内说 内说到这边 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 我再去输入1.1. 然后 例如说 收集 素材 是不是照样可以自动编号 可以 所以 这是我们自动编号的一个做法 但是 自动编号 坦白说 我们真的 比较少去使用 好 结束 怎么样结束自动编号 这样一下也很可见 好 我想 自动编号 我就介绍到这边了 那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要研究的是 这种东西 就是 假设我今天我希望 1. 1. 跟这个 2. 中间的距离 它在哪里控制 因为你要控制 是不是每一个标题2文字 都要一起做修改 所以 我们是在这里面修改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注意 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叫做编号 编号会在这里面吗 没有 没有在这里面 好 我们现在要修改这个的距离 在哪里修改 编号 比如说 标题2 修改 所以请学这件事 这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整 就是编号跟什么 跟文字的距离 请问你觉得在哪里 它是属于字型吗 应该没有关系 它是框线不可能 语言不可能 图文框编号 编号 快速键 文字 你觉得剩几个了 只剩段落 定位点 这边也没看到定位点啊 我刚刚是点到这边 这边没有定位点嘛 是不是应该去看看 例如说定位点跟什么 编号方式 这也算是一种编号方式啊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找找看 这里怎么修改 我们要到这个地方 来去做修改 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修改 标题2的修改 然后接下来在格式里面的段 段落 段落 段落再去做这个内容的调整 这边是0.85 那假设我们今天希望再往右边靠一点 你不能设太小 你设太小 你要考虑到10的时候 好 所以我们定位点 假设我们增加变成 1.5公分好了 1.5公分 确定 这边距离是不是就变宽了 确定 而且是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都变宽了 不是只有动一个 而是全部 好 所以看你要不要再把它改回来 例如说改成1公分好了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标题2 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请把这个缩排 缩排改小 例如说变成1公分好了 凸排1公分 确定 确定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在这个地方调整段落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项目 那个 标题2 标题2 它的一个数字编号 跟文字之间的距离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去调整的 我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目录 目录里面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甚至有人不喜欢看这个点点点 或者是他喜欢看横线 反正这些我们都要会设定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定位点 定位点 定位点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靠右对齐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理论上 应该也是会有一个 靠左对齐的定位点 可是因为它是文件一刚开始的地方 这是文件一刚开始 所以一定是由左到右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定位点 是不是也是靠左对齐 才会左边切的齐齐的 可是阿拉伯数字的那个页 是不是靠右对齐 所以右边是不是切的齐齐的 那我们现在谈一下 如何去修改 这一个段落的定位点 怎么做 针对这个定位点符号 快速点两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所指的字元 是指一个字12点字型大小 一个字12点字型大小 来去做说明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一个段落 在5.8个字元 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开始 它可以放1个字 2个字 3个字 4个字 5个字 5.8个字元 就是6个字 可以吗 我们不用那么精准去看 就是6个字 6个字 123456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定位点符号 有看到 而且这个定位点符号 它现在是不是靠左 靠左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它改成字中 字中 等一下就排在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5.8字元 改成 就是本来这个 改成字中 然后点选 等一下它会排在这个地方 好 字中 然后假设我点选这个 点点点 这不是2222 不是一直放2 是放那个点点点 是放那个形式 是点点点的前置字元 好 设定 确定 那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只能放在这个的中间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左边已经排不下了 而且请问这些要不要整个更新 如果你要整个更新 你看一下 刚刚我说怎么更新 是不是把这个目录2 目录2 更新 全部是不是都跑到左边这边了 好 所以我们还是恢复 还是恢复回来吧 那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修改它 刚刚是不是修改了5.8 好 改回来变成靠左对齐 呃 我 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介绍字中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例如说 这个段落 呃 假设我要放的是 那个 名次 上周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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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本周名次 是 歌名 然后 例如说 歌手 好 可是 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呃 假设我 我这边设上周名次 然后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 叫做 本周名次 所以我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 我希望歌名 是放在这个地方 歌名 然后接下来最后放一个歌手 可是我会希望说 这个歌名是至中 歌名 歌名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20点多的位置 我把它设至中 然后 设定 就是20.68这个字元 我是设为至中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哦 假设 上周名次 是第一名 本周名次 然后我点选 TAB键 是不是又回到这个地方 本周名次也是第一 例如说歌名叫做 千里之外 然后TAB键 那个 废玉清 好 然后上周第二名 反周 第二名 例如说 还有什么歌啊 随便吧 一首 齐里香 齐里香 谁的歌 周杰伦 啊 不对 那应该是这个 好 你看这中间是不是对齐齐的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什么叫至中 好 那TAB键 接下来 周杰伦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什么叫至中 原来这边 这个 至中 是这个意思 那 如果你希望前面有点点点 快速点两下 如果 你看哦 这个20.68 至中 我希望前面 前面 有点点点 设定 确定 有看到吗 现在我是不是在这个段落 这个 我刚是不是设定它 前面 是不是就出现点点点 那如果 我希望 去设定 设定 快速点两下 后面 这个 千里 齐里香的后面 也要有点点点 那是设定 歌手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现在是靠左对齐 前面放点点点 设定 确定 是不是前面 后面都有点点点了 好 这样 大概可以了解 点点点 是什么 什么意思 那你不喜欢点点点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 可不可以改成 例如说 我现在在这个千里之外 这个地方 我改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横线 然后 设定 确定 它这边是不是变成横线的方式 而不是点的方式呈现 反正它就只有前面可以去设 为什么只有前面设 不能设后面 后面设定没有意义啊 像例如说最后这一个 你后面根本就没有内容 你设它 设这个横线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方便你去对资料的 你后面没有资料需要对 所以根本就不用设后面的点点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回来讲 刚刚这地方 您看一下 这个 这个 2 前面是不是要点点点 所以 快速点两下 现在我是在目录2 所以 针对 针对 针对这个 点两下 然后呢 是不是针对 这一个 这一个 定位点 因为是阿拉伯数字 所以它这边设 靠右对齐 靠右前面是有这个 点点点 这个 点点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了 原来它 为什么是这样做设定 好我想 关于定位点里面的点点点 前置置元的设定 我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因为 只有目录需要 其他很少那个内文里面 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种文件 你很少看到 了不起你就去看到表格 对不对 表格还需要那么复杂设定位点吗 或需要 可是 为了了解 这个目录 你还真的必须要了解 定位点 好这样可以了解了 我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早上给你们这个简报档案 因为 这边 这个简报档案呢 我想要从这一张开始介绍起 这一张介绍起 所以等一下请你打开简报档案 请问一下 这种新型的播放器有看过吗 前几天我才去喝喜酒 我才看到这个很可爱的新型 所以你要结婚吗 你一定要会做这个新型的播放器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以前我们插入影片 是不是都插入长帮型的影片 16比9啊 你的萤幕不是长帮型的吗 可是我现在要改成新型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改 首先第一件事 你是不是要插入影片 所以 请到第四页这边 插入影片 插入影片在这里 插入一个视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到这个视讯里面 把范例视讯叫进来 好 而且 我现在当然是可以去播放 我现在当然是可以去播放 对不对 而且呢 它这个播放 它是以长帮型来播放 可是我是不是希望以新型来去做播放 怎么改成新型 改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首先 首先 您觉得在格式里面 还是播放里面 应该是在格式里面 就是 限制我们 一个 影片播放的形式 这是属于格式 好 所以点选格式里面的什么 这边 它就把这个地方设为是一个影像 影像的一个图形 我要改成星型 那这个星型我觉得 拉长一点比较好 好 你再去播放一下 照样可以播 照样可以播 好 所以 我只是希望说 你们大概知道 哦 原来这个星型 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改的地方很特殊 在 视讯工具 格式 这个 图 影像 图形 影像图形 改成星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件事情 我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 这部影片是可以编辑 你看现在从头开始播是马 马播完之后 是不是鸟 这里是什么鸟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都觉得 好 看到它好 好暖 好温暖的感觉 然后还有这个是鸭子 土拨鼠 好 我要剪辑 怎么剪辑 我剪辑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播放 剪辑视讯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是不是有绿色跟什么 红色 绿色就是开始播 红色就是结束播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选择 看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什么地方结束 例如说我只要那个 海豹 海豹在这 好舒服 好 我啦 我喜欢这一段 所以我就把它剪 剪到这一段 好 注意看哦 好 706 好 就只能剪到 11秒 11秒 然后 总共它1000个那个 frame frame 就是 它在这边的计算帽 它是1000 1000个frame 来去做计算 就像我们拍影片 拍影片的时候 它是不是我们 用那个底片 底片 30格 还是24格 那个格 就是几张影片 所以他们说拍影片 以前就是在烧那个底片 如果拍坏掉 那个底片就是要烧掉 对不对 所以烧底片 就是在烧钱的意思 那 这个地方是 0分 11秒 第 706 个影格 你大概只要知道 这个是frame的意思 可是在这边也许它 有另外 因为通常我们影格 大概就只有 射到 30 30 就已经很够用 像网路的影片 12格 就够了 像Flash 它大概就只有12格 好 那前面呢 前面我不要 也不要秒 好 就讲色这一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点确定 这样子我们去播放 是不是从头到尾 就只有这个 海报 在海滩上面 这样扭动身体 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剪好 这一段影片了 更多同学追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 那请问 这个剪辑好的影片 能不能保留下来 你们会希望保留下来吗 因为原始的影片 没有动到 他只要那个剪好的影片 怎么做 没有陈先生 没有林先生 王先生 你觉得怎么做 你觉得在格式还是播放 都不是 在华属右界 只有这一小段 帮你另存 另存成影片 在这边没有 在这边没有 可以吗 好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说 真的 在下一个版本 他提供了 把这一个影片档 储存起来 不过呢 要提供给你参考的 他的解析度不高 他的解析度不高 所以只能当作是参考 所谓不高就是 你会看到那个 类格 还有那个 影格 一格一格的画质 都不是很清楚 好 所以这点请你们 稍微参考一下 好了 那就请你们来去学 剪辑影片 剪辑影片 如果你用2013 PowerPoint的2013 你还可以再去做剪辑 你还可以去做存档 把这个剪辑好的影片储存起来 我们先来请各位 来去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在小美 小美的前面 都要加什么 都要加这个图示 好我想加图示应该都没有问题 大家就是插入图片嘛 然后去找一个向量的图示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小美 这个小美 都前面 我希望放一个这个图示 那以前你会怎么做 以前你可能就是用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下一个小美 下一个小美 小美 哇这样用肉眼来去找 天哪 你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再往下去找 还有没有小美 在这边 这样可以了解 这样怎么找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那怎么找呢 怎么找 好首先 首先我要先请各位 先复制起来 复制 复制之后 你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简贴簿 就是当我今天我去滑鼠右键 然后点选复制 这边会多了一个这个简贴簿 只是我不晓为什么 我现在这边打不开 这个简贴簿 反正就是我会有一个东西 已经复制好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 这个东西怎么用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 例如说我现在把小美前面 我再加一个小美的图示 或者我加在后面好了 我怎么加呢 我可以用常用底下的取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小美 小美 然后可是我希望它后面 后面 它变成什么 变成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图示 所以我就小美 然后 Arc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Arc 就是刚刚我复制的内容 好来全部取代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 小美的后面 是不是就变成多了一个这个图示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今天我希望 每一个就是小美 后面我就放一个图示 以前我们是不是用肉眼来去一个一个找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多了 2010 开始它多了这个剪贴布 剪贴布 可是你 你不可能知道那个剪贴布里面的图示的 那个快速件 现在我要告诉你 它就叫Arc 所以你去看 不是说只有这个地方有 很多地方是不是都有 例如说我们再去看这边 小美 后面是不是也有这个图示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去做完这件事 那 我再强调 我再强调讲一下 就是 这个剪贴布 这个剪贴布 你现在看不到嘛 请问 2010 它只能开放一个 一个 就是你现在看不到 那既然是剪贴布 你该知道它是一个一本书 你可以贴 你可以复制第一个 复制第二个 复制第三个 你可以复制好多个图片或文字 这样是不是可以快速的 帮助我们来去做 看你要怎么样去应用 好 所以我要强调讲一下 这个剪贴布不止一个 只是我现在我们 我开不了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剪贴布的工作窗格 所以 所以我只能先做一个给你们看 好这就是 Arc Arc 是在shift 跟6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档案 好对 第一件事情我要先复制我要的图示 第二件事情 我就去做取代 把寻找目标小美 小美改成这个 小美 Arc Arc就是我刚刚复制的图示 好 然后现在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那个取代 有时候呢 我会希望 我会希望像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word 有ecel 有powerpoint 然后呢 我会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在前面后面加点什么东西 例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这边有一个叫做小美 小美前面是不是有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 其实你就直接用什么 插入符号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插入符号 例如说在其他符号这边你就自己慢慢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这种图示 然后你找到这个图示 3010 3010是他 那3011可能就是另外一边 好 那我觉得我重点不是要教你插入符号 插入符号大家都会嘛 你一定插入特殊符号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把这个小美 小美 假设本来这个符号变成 本来这个符号变成 例如说这个符号了 这边有一个叫做符号 我用这个符号 再插入其他符号的这个符号 就是我现在要一口气把小美 小美前面不是这个符号吗 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符号 然后小美的后面是这个符号 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符号 这个东西的一个取代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取代来说 你里面如果有什么 Word, Esel, Powerpoint 你针对那个产品的名称 你可能会加一个特殊的符号去标记起来 那这个时候假设你要换符号 怎么做 这边我要先介绍一下万用符号 万用符号就是新字号 新字号 大家都知道吗 新字号就是 我不管里面内容是什么 我只要换前面跟后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新字号你一定要会 新字号就是万用符号 这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嘛 可以喔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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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当我们今天要截取 这一个符号 去做改变的时候呢 你前面 你前面 一定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就是 不是加减成熟的 是另外一边的 这个符号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要取用 这一个符号 我要取用这个符号的话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写成这个样子 这就代表取用到它 再来 因为它是不是一个万用符号 跟前面这边有一个 我要取代的符号 所以中间要加什么 刮糊 刮糊 做区隔啦 为什么右边还要加一个 刮糊呢 因为右边你是不是要 要取代这一个 好 所以这边斜线 然后再加 这个部分 这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取法 就可以取到 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两个符号呢 代表取的是它 这个 这个万用符号 这个万用符号 代表的是小美 就不管里面是小美 或者是小张 或者是小王 全部都可以 而且 而且我们到时候 去把它 去把它 做取代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取代嘛 这边是不是寻找到这个了 我要把它取代变成什么 我是不是要把它取代 因为我现在要用这个符号吗 所以 用这个 来去 负质 贴到这边 好 然后 然后 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左边 那既然有左边 是不是会有 右边 这中间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左边 那右边 右边是不是一样 然后再输入这一个 这是右边 那中间呢 中间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它要变成 这一个 斜线一 这是 我们 我们的一个 寻找 这是我们的取代 而且它会变成什么 它就会从 这样子 这样子 变成什么 小美 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下 以前我们怎么做 以前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找 而且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word 加那个 瓜糊 对不对 esell powerpoint 你是不是会加一些特殊的 前字符号 后字符号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斜线不需要 这个斜线不需要 这边是 这样子一个符号 小美 好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接下来 我要去做取代 所以寻找这地方呢 我就输入 左上到右下 然后贴上这个符号 然后呢 左瓜糊 新字号 右瓜糊 这是代表里面内容完全不改变 然后接下来在右边 一样是左上到右下 然后接下来是右边这个符号 右边这个符号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 它会 去抓 它会去抓什么 这个 这个 符号 跟这个符号 可是中间内容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小美 或是小王 都不管 然后接下来 取代为 要取代成什么 斜线 斜线 然后 然后 例如说我刚刚用那个特殊的符号 所以我这边我先去 先去插入 插入一个是这个符号 然后一个是这个符号 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我想要把它变成 就是这个符号 然后呢 斜线1 就是全 就是 原本里面内容是什么 不变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 右边 就是 这个符号 会变成它 后面这个 右刮符 这个符号 会变成这个符号 然后接下来 你必须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使用 万用字圆 刚刚之所以找不到 是因为说 请问一下 这里面 没有 就是我的所有的文章里面 有没有 就是 新字号 就是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左刮符 新字号 右刮符 没有 所以它 通通找不到 可是 它这边 使用万用字圆 它就会把这一个新字号 不管你是什么内容 全部都算 好 接下来全部取代 它说 总共完成了 37项 确定 你看是不是 所有的小美 这边我就先关掉了 这边我就先关掉了 关闭 你看 是不是所有的小美都被我变更了 这个小美 可以 我们等一下要去挑战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什么 Office Word Excel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挑战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介绍到这边 就请你先动手做一下 就是把小美 全部都取换 变成另外一个符号 记得要勾那个万用符号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我这份文件里面可能会有 因为是一个Office2010 TIP40招 是在讲Office的文件 里面会讲到Word 会讲到Excel 会讲到PowerPoint 那我会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刻意把 讲到 这个Word的地方 讲到Excel的地方 讲到PowerPoint的地方 加一个符号 加一个符号 去把它刻意的标起来 好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 帮助我们 就是帮助阅读者来去看 这份文件 例如说这里面有多少个Word 好 你看哦 假设我现在用寻找 快速寻找Ctrl加F 我们去找Excel好了 Enter 他是不是找到五个Excel 例如说 Word Enter 然后他找到四个 那例如说 PowerPoint呢 好 例如说 PowerPoint也有四个 有看到哦 PowerPoint 我的意思是说 分别在这份文件的什么地方 我们如果用肉眼来去找 那浪费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们一口气把这些 这些字哦 去做一些取代 例如说好了 假设 假设我今天 我就先 做一个取代 常用 取代 例如说把Word Word 改成什么呢 假设 假设改成这样子 现在没有用万用字元嘛 就是很单纯的 先把它取代 好 全部取代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 Excel 取代为什么 Excel 全部取代 取代五个 然后还有PowerPoint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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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什么 PowerPoint 全部取代 你看 好 那我们这样总共 反正就是里面有 Word Excel PowerPoint 它都有一些符号 那个符号应该是固定的 可是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现在 我 我们来去看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接着在 PowerPoint的 投影片 这样会不会比较方便 我们去 检视 或者是 观看 可是我现在呢 我要 去做一个取代 我不管它是Word Excel PowerPoint 我都必须要前面加2撇 后面加2撇 我不要再用什么 上引号跟下引号了 我一口就要把 里面所有的 不管是 不管是什么软件 我都一口气换掉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 就是用我刚刚教你的这件事 常用底下 取代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输入什么呢 在这个前面 前面输入 左上到 右下 记住 不是那个加减乘数的除号 除号 那是计算用的 好 所以我用的是 左上到右下 跟这个符号 那中间的字 我不管是什么 所以我用 刮胡 新字号 刮胡 然后 左上到右下 然后 下面这个符号 这就是代表说 等一下他会抓到 不管这是什么 反正他只抓 这个符号 跟这个符号 那取代变成什么呢 假设我把它变成 两撇 然后斜线一 两撇 这意思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从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个 这边变成两撇 这边变成两撇 那word 会不会变 会 一字要会不会变 会 通通都会变 而且记得 因为这个 新字号所代表的意思是 万用字元 所以这边要打勾 然后 全部取代 他就说 总共取代了51项 确定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去看 那个 你看这边 是不是 powerpoint 然后前面加了两撇 后面加了两撇 那 再去看一个word好了 来找一下 word 随便到这个地方 你看 是不是前面变成两撇 后面变成两撇 前面变成两撇 后面变成两撇 这样子速度才快哦 你不要真的用肉眼 一个一个在那边看 而且还跟老板说 老板我昨天晚上做到 不对 我今天早上做到凌晨两点 才做完 你不要跟老板讲这种话 这代表说 这代表说什么 就是能力不够 或是 不知道更有效的方法 至少 当你接受到一些 特殊命令的时候 记得我的电子邮件 问一下 可以节省你很多很多的时间 接下来下一个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个 就是 我们今天重点 为什么 刚刚为什么交取代 你们可以了解吗 我们 是希望说 以前你可能就是 土法练钢的方式 那种方式不好 换交 比较好的作业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想要来跟你介绍一个 就是有同学 他会 比较喜欢 他会比较喜欢 就是 反正就是他被要求 制作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里面呢 这些文件都是由左到右 可是呢 他就是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变成 直式的文件 就是 里面的文字 他变成直书 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被这样子要求 反正就是 他只希望说 这边是横梳 可是这边突然有一小部分 他要直书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 我也帮各位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在 这个地方 这个内容 好 那做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 假如说我今天我刻意的 我刻意的 我先把它避开 上面那个段落 下面那个段落 这都是可以横梳的 那 接下来呢 我只有这个部分是直书 所以我就会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 这边是一个表格 透过表格的方式 来去单独控制 表格里面的文字是直书 当然还有别招 真的还有别招 就是 因为我现在是连续文件 连续文件 我用表格 如果是不连续文件 例如说 这边是 我要放一个 横向的 横向 整页都是横向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分解符号了 绝对是用分解符号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个 这边的做法 就是 我先把它 剪下来 剪下来 然后贴到这里面 贴到这里面 可是呢 这里面的字 是不是都还是横向的 我就去做表格 请问是表格的 美观有关系的 还是配置有关系的功能 配置 对 就在配置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横梳直书 我们改成直书 是不是就变直书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或是短一点 来去控制 就是稍微左边留一点点空间 可是 嗯 我们 当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刚应该做的是这一个 当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它现在是不是都转成直书 这个阿拉伯数字哦 一定要改 不可能这样子放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点 然后 用常用底下的这一个符号 亚洲方式配置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横向 确定 它这样就转一个方向了 再来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刚刚是不是把那个文字改成什么 转一个方向 横向文字 对不对 我们 选到这两个字 至少可以用哪一招 复制格式点两下 就是复习一下之前教过的 然后呢 这边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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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速度是不是比较快完成 然后 ESC结束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就是说 当你今天 改成 直书的时候 你要包含把这个 一点 二点 这阿拉伯数字一起改哦 你不能 不能就是 就是 空在那边 就是让它横的 这样就不好看了 好 所以 我刚刚做两件事 就是把文字啊 直接搬到哪里去 表格里面 然后改那个 直书方向 就这样子而已 这我想本来你就会 只是 我觉得有点像脑筋挤转 但是 但是这 总比 不知道怎么做来得好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大概在 我提供的文件 第七页那地方 我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段落距离 段落距离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有很多很多文字的时候 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构成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啊 段落跟段落之间 假设我先把它删掉 先把这个删掉 段落跟段落之间 它的距离 好 例如说这是一个段落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这个段落前面 比较大一点 然后段落的后面 这整个段落后面 比较小 那这到底是怎么设定的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 一口气就把所有的段落都设定好 你不能只设定一个段落 你要设定就设定全部的段落 好 那这个叫做段落的行距 段落行距 段落的距离设定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常用样式里面的内文 我们设定段落一定是设定内文的段落 因为标题一是参考内文 标题二也是参照内文的样式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内文 然后点选什么修改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内文啊 针对内文这个样式 它的格式里面有一个段落设定 这边就可以看到段落间距 就是跟前段距离要距离多少 与后段距离要距离多少 如果我们不要距离 就是全部都挤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不便阅读 为什么要设定 就是与前段有点距离 与后段有点距离 就是帮助别人在阅读的时候 知道说这是标题 这是内文 好 这是帮助我们阅读 所以在这边 假设我先给各位看 就是与前段距离 与前段距离 与前段距离 假设是零 就是我们全部都没有设 然后都用原预设 用预设的设定 与前段距离 临航 与后段距离 临航 然后单航间距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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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看 你看是不是都挤在一起 有没有感觉 是挤在一起的感觉 大家都挤在一起了 那当你今天在看它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区别 这样就不好了 不便阅读 那如果你看 这样子一个段落 前面 后面 是不是都一样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距离了 所以 我们来观看一下 如何设定 让它是有一个 阶层层次的 滑鼠右键 点选常用 样式底下内文 滑鼠右键点这个内文 修改 针对格式段落 所有的内文 这边有一个叫做 与前段距离 请控制为 自动 自动 不是点这个往上 而是点往下 往上就变成 一行 两行 三行 在这个地方 0.1行 0.2行 0.3行 因为你距离 不可能距离很大 除非你是特别 要设定 类似像 新思 你要去做一个 特殊的排版 好 这边与后段距离 就不设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看完这个段落距离 你看哦 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 它跟上面有 比较多的一个内容 什么叫自动 自动大概就是半行 自动就是半行 好 那本来这个 一行多少字 12点字行吗 所以这上面 它就会多了 大概6点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下面呢 这个段落的最下面 没有任何的距离 你应该知道 我们那个字 我们现在的字哦 它是从英文字过来的 英文字 我不晓得你们国中的时候 在学习英文字的时候 它是四行 是四行吧 还是五行 然后 接下来 我们大概都是写 写在这两行嘛 对不对 然后 还有上面的 还有下面的 所以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下面会空一点点 是这个原因 上面也会空一点点 现在因为我看不到上面 因为上面我增加了 自动嘛 所以就多增加了零点 大概是六点 好 那 这个是段落距离的调整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大家都挤在一起的感觉 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别 这边是一个段落 这边是一个段落 这边也是一个段落 而且是不同层级不同等级的段落 那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段落 我们都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统一一起调整 我们还有一件事顺便教完 就是 格式修改 这个行跟行的距离 这一行跟这一行之间的距离 我个人呢 我个人 我看了很多很多书 所以点选 格式底下段落 然后请把这个段落间距离里面的行距 行距的行高设为1.25 这是我个人去算 就是去看每一本书 比较畅教书 他们之间 行跟行之间距离 它大概会设有一点点的距离 而不是没有距离 或是单行 就是只会留这一点点的这个空间 好 来点选 确定 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这个行跟行之间 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区隔 这样子会 阅读起来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容易 尤其在读英文的时候 你会不会读一读 结果读歪掉 会吧 或是你看报纸的时候 这一行读完 读到下一行的时候 会读歪掉 好 那就是因为这个距离 这个行距太小了 会导致让你读歪掉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 我个人是 行距我去测过很多很好的书籍 就是畅销书 他们的行距真的是有排版 排到1.25 所以两个动作 段落距离 与前段距离请射自动 然后行距 行距请射 行高1.25 而且是要统一一起设定 你不能分好多地方来去做设定 好 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段落的调整 绝对不要只控制一段 而是全部的段落都要调整 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表格里面的图片 表格里面的图片 有时候当我们今天我们去设定 去画一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好 我假设设那个四栏三列的一个表格 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去画一张图片 这边放一张图片 然后当我今天放图片的时候呢 插入图片 我就找图片以下范例图片 你随便找任何一张 这张图片呢 它会自动的放大 对不对 可是你会不会希望它的这个图片的大小呢 不要放这么大 就是不要破坏我们原本的格子 不要破坏我原本格子 我现在格子多大 你等一下塞一件的图片 就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就好像我们那个履历表 右上角可能是不是会放自己的大头照 可是那个大头照的格子大小 是限制住图片的大小设定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做这件事 怎么做呢 插入一个表格 插入一个表格 然后滑鼠右键针对这整个表格 有一个表格内容 表格内容 然后整个表格 你要设定的话 应该不是说只有某一列或是某一栏 而应该是整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点选选项 这边有一个叫做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这句话 这句话其实你这样看 你看不太懂 因为它把主词受词都拿掉了 它只留动作 所以你就不懂 请问它拿掉主词什么东西拿掉了 图片 对不对 图片自动调整成表格 储存格的内容大小 听得懂我的意思 它把最关键的那个图片 你刚刚是不是要插入图片 对不对 插入图片 那个图片呢 自动调整成内容的大小 请问图片假设宽度是800 那个格子是不是自动放大变800 对吧 因为现在是打勾的状态 图片多大 储存格就多大 如果你关掉呢 就不管你图片是多大了 我的格子多大就是多大 你的图片就自动缩小 去适合格子的大小 其实你要先懂这句话 它这边少了两个字很重要的图片 好 确定 所以要把那个选项关掉 确定 接下来你看我这个 我再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我还是选浴巾想好了 插入 你看就是直接贴进去了 它有没有再放大 没有了 大概可以了解 这样子的做法有一个好处 不会排版时跑来跑去 你应该很有这种经验吧 就是我插了一张图片 我整个表格 好像等于整个都要重新动过 至少你是不是要把那个图片缩小 现在教你这一招 你根本就不要再去动那个图片大小 你就只要先设定好你的格子 你的格子大小 可是我这边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就是那一句话 滑鼠右借 表格内容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表格选项 这一句话 很多人每一个中文字都看得懂 国小毕业他都看得懂 可是他不理解那个意思 是因为主词拿掉了 如果我现在把主词加上去图片 你看图片自动调整成储存格内容大小 我图片是不是800宽 我就自动调整把那个格子调整成800宽 那我现在不设定这个选项 就是说我图片呢 不会我图片的尺寸800 我不会自动调整成储存格的大小 那就是储存格原本多大就是多大了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就是中文尤其很多电脑里面 他都把那个主词省略 例如说吃饱没 我们班上那么多人 你会心里面很多欧为子 老师你在问我吗 因为我没有讲王同学吃饱没 李同学吃饱没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我希望你们下次去看到这个 这个说明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时候出现金焊号或提示 请你加一些主词进去 你可能就懂了 好 那应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然后 请你们现在自己去插入一张表格 然后来去动手做一下这件事情 我接下来我想先跟你们分享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其实你现在看它不是表格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段落 怎么看呢 你可以透过常用底下的这个定位点符号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定位点符号都呈现出来了 这个功能就是显示与隐藏 显示 总金额 投奖的总金额 搬到什么地方 搬到这个前面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已经画好了一个表格 或者我已经做好了这样子一个段落了 可是我要去做那个蓝的对调 那可能真的有同学就开始重新打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有一招就是 比较快速的来去完成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选到这些段落 选到这些段落 先把它变成表格 因为我不希望 其实你知道吗 当我们今天选 选是不是可以 可以这样子选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只要选到 投奖的总奖金 怎么选 AUTO键 AUTO键按住 AUTO键哦 然后从这个N的左边 这样子选 有看到吗 这种特殊的选法 你也不用会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选法很危险 很危险 万一你可能 在排 现在这个排版 不是排得很整齐的时候 你可能会 选到别格 就是一个像表格的东西的 别格的一小部分 所以这个不知道也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为了正确的选法 所以我先把它 我先把这整个段落 这几个段落 先转换成表格 比如说插入表格 直接把文字转换为表格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 它这边 它会有一个表格的大小的设定 有几栏 有几列 可是重点 我会希望你先重视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这一栏 跟这一栏的区别 它是用一个定位点符号 所以定位点要勾选 那如果你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空白 这个全形空白打在这个地方 它到时候这边就会变成一栏了 所以我们就用它预设的这个定位点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就会算 这是一栏 这是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所以这边栏数是5 那列数的话它会自动判断 好 我们直接点确定 而且 当我们今天改好这件事了 对不对 当我们改好这件事情了 制作表格 假设我今天 我别的地方 我别的地方 我也有一个表格 我也要做相同的事 这个时候只要点F4 就做完了 我做完了 你们不要嘴巴张那么大 眼睛张那么大 真的我做完了 刚刚那个动作插入表格 然后文字转换成 文字段落转换成表格 我已经做完了 这是两个 这是第二个不同的表格 知道吗 F4就在做这件事 就是多教你们一些制作的技巧 就是假设 像刚刚那位大哥 他是不是说 他光调整 一台车不只有七张图片 他会做到一个表格去 那我突然就想到说 那会不会第二张呢 所以 当你今天 你有很多张的时候 你就文字变成表格 然后直接 第二张的时候 F4 用F4这个按键 可以快速去做完 相同的动作 你就不用再去选什么 插入表格 这件事了 好 可以哦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再去做蓝的搬移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头奖 总奖金 头奖 总奖金 我是不是选到这个 头奖 总奖金 假设我想要放到这个 开奖日期的前面 所以 直接按住它 搬过蓝 就好了 这样就整个蓝 搬过蓝 这样是不是绝对不会搬错 好 就是如果 如果有时候我们 要把蓝 去搬移的时候 请用这一招 好 这样子的话 绝对不会搬错 资料 好 我现在重点是要告诉你 这件事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把表格转换成 先把文字段落 转换成表格 然后你再去搬移蓝位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请各位先动手做一下 我接下来哦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 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表格的计算功能 因为有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制作好这个表格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把一个数值算出来 所以 假设我今天我这边有一个表格 这一个表格 然后 接下来我在右边 右边 新增加 新增加一个蓝 所以 插入右方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整个表格的那个长宽来去做调整 好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选到 我现在选到这两栏 那这一栏 我设定多少呢 就是那个宽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那个版面的配置 然后 接下来可以在这边看到 宽度是10公分 假设我们设成 例如说 8公分好了 那这一栏呢 这一栏 右边这一栏 好 假设我们设定成 2公分 就是我可以去设定那个栏宽 然后 假设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输入一些数值 假设这输入100 然后 这个输入200 这个输入300 接下来呢 按Tab键 我是不是就会增加了一列 好 我想这都是一个简单表格应用 我现在要教你 重点是要教你计算 计算 在Word里面也可以做计算 所以怎么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跟美观是无关的 它跟版面配置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插入一个公式 你看到这边全部都帮你写好了 通常我们在Word里面会做的计算 很简单就是 加 除了加还是加 就是只要会加走 你看等于sum 可是重点我想要跟你分享这边 above above就是上面 有时候你可能会加左边 就是left 好 没有右边 也不会有 把合计放在上面 很少人这样做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直接点公式 它就可以去做加轴了 但是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假设你今天刻意把这个数值 例如说我把这个300改成40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数值不会改变 这个数值呢 这个数值你要重新 重新透过这个表格工具里面 版面配置公式 然后重新去做一遍 它才会改 它毕竟不是计算的软件 它只是方便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计算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访 它有提供 在word里面 它有提供简单计算 我也不是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你 就是 当我们今天去制作一个表格 你们一定 一定也会有 用到那个小计的功能 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到什么 以色调里面 来去把这数值什么 复制贴过去 然后去算加总 或者是拿出计算器来算 不需要了 直接用我的 我的 然后在这强调 刚刚在这边 some 你本来就会 above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就是这样 这一格之前的所有数值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把above换成什么 这是a1 b1 c1 d1 你就输入d1到d3 可不可以 变成above above 变成d1到d3 可以的 只是我觉得你不用知道太多 你就用预设 那个加总 我觉得就可以 因为通常我们加总只会放在这边 就是表格的小计 就请你们自己动手做一下 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个技巧 它会跨不同的软体 例如说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把这个邮寄的文件 邮寄的文件 前面呢 例如说可以放好某某人 例如说某某某先生你好 某某某小姐你好 然后接下来我寄 而且寄给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寄到他们的信箱 例如说第一个人寄王小明 然后直接寄到这个他的信箱 所以他就直接去收信了 所以合并列印可以不用纸张 或者是输出的方式可以印成一个纸本 或者是直接寄到对方 所以合并列印它在宣传 或者是寄活动DM是很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怎么做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边用到两个档案 好 这个档叫做文件档 我们扩称主文件 最主要的文件 这个叫资料档 也就是说里面会透过Excel 他表格的一个性质 他会放这个人是谁 他是男生女生 还有他的地址 电子邮件 这些资料 所以有分这两种档案 通常我们是把这个主文件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把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某某某你好 而不是说直接寄给他名号这两个字 这样的话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所以接下来呢 怎么做这个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它在邮件这边 在2010年的时候 他没有合并列印这个名称了 他就直接改名字叫做邮件 邮件 为什么? 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Word的文件 做完的这个内容 应该是要透过电子邮件 寄给别人 但是我相信在2016年 他应该观念怎么想法都不一样了 应该是透过社群 软体寄给大家 例如说也许是Line 请问一下 你一到办公室 会不会第一件事情开信箱 应该不是 先滑一下手机 看你的Line的讯息 有没有长官给你一些交换思想 所以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来观看一下 这个邮件 邮件里面的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这边 是不是可以建立信封或者是标签 那我们现在做的应该叫做信件内容 所以这边我们都不点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其实建立完毕 是不是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灰色的 没错 你就只要按照这个顺序 把它设定完毕就好了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先启动合并列印 合并列印有很多种 看你是要做信件内容 还是一般握的文件 因为信件内容就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那请问电子邮件讯息 是不是也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是的 信封是不是也是属于一般握的文件 是的 反正你点一般握的文件 绝对都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选择更接近正确的 例如说信件 可是你做完之后 这边还是没有反应 接下来是不是要做第四个工具 因为只有这个是亮起来 其他都是灰色的 所以我们继续做这个 选取收件者 点选收件者之后 这边有 进入新清单 就是现在开始打字 或者是使用现有的清单 就是现在就已经有Excel档案的话 我们就去选它 所以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 我们要选什么 刚刚我是把Excel清单放在这里 合并列印 然后邮寄 合并列印资料文件 然后开启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三个工作表 我们要选择第一个工作表 确定 这样我们就把 资料叫进来 叫进来之后 你看这边全部都变成什么了 可以使用的状态 已经不是灰色的了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做 书写与插入栏位 所以选这个 插入什么栏位呢 我想要各位能不能理解 这边上下有两个不同层级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 主要就是经常使用的部分 这个就是细项了 这个就是可能我有 假设里面有四个栏位名称 这边就分别列出来 在这边应该选择下面这一种 这个是总 整体 整体 这个是明系的感觉 好 例如说在这边我们是不是要放 因为是某某某名号 应该不会放那个 会员的学号 或是学生的学号 但是请问 假设我们今天是 那个中华电信的信件 它可能会直接显示那个 会员的那个编号 它可能不太会显示你的姓名 那不一定啦 看大家的一个使用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姓名 我觉得还是放姓名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性别 我们先不谈性别 我们就直接先打一个先生小姐 好不好 先 生 然后斜线小姐 名 好 因为你也不知道 王小明是先生或小姐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就直接 直接去做一件事 就是完成合并列印 因为这边是不是有左到右 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完成与合并列印 这边有三个 第一个是编辑个别文件 我就可以分别去看每一页 一页就是一个 一个会员的信件 所以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会有三页 那列印文件就直接把它印出去了 好 通常在列印之前 应该会先编辑个文件 然后 这边还有透过电子邮件的传送 那如果有三个会员 我就寄三封信出去了 就这样子的差别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要寄 我们 如果要寄的话 就直接点它就好了 那我们先看这个 编辑个别文件 点下去之后 先选全部的内容 确定 请你仔细看一下 现在有两份文件 一个叫做什么 原本的主文件内容 这是原本的主文件内容 这个是什么 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 你看第一个 王小明先生小姐您好 第二个李大鹏先生小姐您好 第三个赵小美先生小姐您好 没有了 就这三页 因为只有三个人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合并列印的做法 这一页几乎我们就是拿来做列印用的 所以我就先暂时把结果文件关掉了 不要储存 因为我们的主文件 你随时都还可以再去点这个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又再产生结果文件 可以吗 所以通常我们要存的是主文件 请问要列印的是什么文件 结果文件 请问至始至终 我都没有刻意打开来的文件 是什么 资料文件 可以吗 这边就有三品 就是 请问你要储存的文件 是哪一种文件 是不是主文件 对吧 然后请问你要列印的 是不是结果文件 好 那至始至终 你都不会去打开来的是 资料文件 好 我们就请你先学到这个地方 请你先做 合并列印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 合并列印 这边是不是有先生小姐 这个先生小姐呢 我们最好不要变成固定的 而应该是要随着她的性别不同而不同 什么叫性别不同而不同呢 我先删掉 其实我们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规则 书写与插入栏位 有一个叫做规则 我们可以透过规则的方式 然后把它应该是男生女生 然后相关的称谓 呈现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可以用 if then else的方式来去呈现 呈现什么呢 它的例如说性别 刚刚这边是不是有性别 这个插入栏位有一个性别嘛 那如果性别是男我就要叫先生 那女我就要称呼为小姐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大家都是先生或小姐 所以规则这边 我们先点选 if then else 之后 然后接下来功能变数的名称 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例如说我就选择 选择性别 我是依照性别 如果性别等于比对值 这个比对值 里面就要去看 我放的是男还是男生 还是male 可以吗 如果说你今天里面放置的是叫做男性 那这边你写男 这样他找不到哦 好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 就是这个邮寄 这个邮寄这边我是不是写男 可是如果万一原本的资料里面 好 例如说这边写男跟女 那如果在word这边我写男性 请问他有比对到吗 他就比对不到了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最常遇到的就是 这个比对值 这个比对值有时候是男 男性 男生 male female 反正就是很多种那种表示的方式 因此 因此 就会导致他比对失败 好 所以这点提醒你们 那 我 刚刚去打开我们的资料表 看到说里面我显示的性别 只有男跟女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比对值就输入 里面一定有 一定会出现的 好然后这边 性别等于男生我就出现 我就要显示先生 否则我就要显示什么 小姐 那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写性别等于女 这边就要显示什么 小姐 下面就要显示先生 好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确定 第一个是王小明先生 然后第二个李大同也是先生 第三个赵小美小姐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让别人感觉 你也不知道我的性别是什么 好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会员 就是寄活动寄给市民 我想捞出那个他的性别来 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好 所以我想这个合并列印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 这边一样这个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 我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不要储存 那我现在还要再 请你们知道一件事 有时候我会刻意把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设一些格式 例如说姓名 我会希望他是出体 例如说我会希望说他的姓名是出体 所以我就选到这个字 常用底下出体 而且字稍微大一点 好 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设定好 后面产生出来的结果文件 会一样化葫芦 所以不是在结果文件里面设定 结果文件它会怎么样 假设我有100页 我就要设100次 这个出体16字型 这是很不切实际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设一次 然后再去做邮件底下的输出 这样全部大家都会看到相同的格式设定 还有像比如说这一个段落 空两个字怎么空 只要这个段落空两个字 所以常用段落 然后指定方式为第一行 两个字元确定 这个两个字元是指 这一个段落用的字是12 所以它前面就会空24 因为一个12 两个24 24的一个空间 24字元的空间出来 好 那我想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邮件里面 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确定 您看这边字是不是有变大一点 然后这边是不是前面空两个字 然后李大同先生 前面空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赵小美 小姐 然后前面空两个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同时讲两件事 第一个是功能变数 我交if than else 还有交一个就是格式的应用 几乎大概就是在讲这些结束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就是格式的应用 还有功能变数的一个学习 我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进展到另外一个范例 就是薪水表的合并列印 薪水表的合并列印 薪水表的合并列印 这边可以看到 我要印出来这个员工编号是多少 然后员工姓名部门职称 很多很多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发现实际领的金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实际 实际领的金额 我们来分两边来去看好了 这边有一个实领金额 实领金额在这里 实领金额在这里 然后应领金额 应该要领的金额 对不起 应领金额 对不对 是这一个 实领金额 是这一个 有看到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只有实领金额 这边加了一个NT$ 所以我钱要放在这个$跟元之间 我想我们再做一次这样子的合并列印 让你更有感觉一点 可是我要交的功能变数 可能就要会随着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职称 或者是部门 好 来去做列印 或者是不要列印等等的控制 不过我们先来交这一份文件的合并列印 记得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资料文件能不能打开 不可以打开 先把资料文件先关掉 那其他用不到的文件 我们都先关掉好了 也就是我先打开什么文件 我先打开刚刚的薪水单 我的合并列印这个组文件 打开这个组文件之后呢 我们因为要去做什么 合并列印 所以点选邮件 启动合并列印 这也是属于信件 或者是一般Word文件 刚刚如果点信件 它就会结果文件变成信件1 信件2 那如果我们现在启动合并列印 是选择一般Word文件 它的结果文件 就会变成叫做什么 文件1文件2 好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是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需不需要储存 不需要 这跟我们下午考试有关系 你们都好像不想领悟 所以那个叫做名称不重要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使用 现在已经存在的档案 我觉得这样子翻会 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我已经有了 这个Excel 资料档案 资料清单 然后点选 我是放在D纸别机 底下的整合办例 合并列印里面的 这个薪水单 合并列印资料档 开启 然后1月的薪资表确定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 不是点他 点他 他会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到时候分别去插入 可是呢 点这边不太好 他到时候 他不让我切换 好 所以我不太喜欢开上面这个 游标在这个地方 我要放员工编号 所以点选 插入编号 员工姓名 插入姓名 员工部门 插入部门 员工职称 插入职称 底薪 插入底薪 所得税 插入所得税 插入所得税 所得税 加班津贴 插入加班津贴 插入加班津贴 加班津贴 不要加错 好 请假扣薪 插入 请假扣薪 插入 全勤奖金 插入全勤奖金 插入全勤奖金 插入十勤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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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看一看就有多少张结果文件的档案 确定 这是第二份文件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员工编号8001 Andy 8002 J 8003 Genette 然后8201 Man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 第八 第九 好 快看完了 第十 Lily 那为什么会多一个空白 因为如果你在Essal那边 你的最后一列 你没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很可能你不小心按了什么空白键之类的 或是我们曾经在那边只是 不是删除一列 只是点Delete 它都会变成一笔的记录 好 我们没关系 反正总共有十笔资料 这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薪水薪资单 就这样子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想我们这个薪水单的合并力做法 就先做到这个地方 请你动手来去做一下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在PowerPoint里面的布景主题 这个布景主题学会了以后 它可以方便让我们三秒 就可以做好一个新简报的样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去打开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PowerPoint 我知道我是不是打开PowerPoint 我先把布景主题先设定好 怎么设定布景主题 在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布景主题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去设定 看你是需要什么样布景主题 假设我们检视里面 投影片母片 这里面也有布景主题的设定 通常我们要先区别 到底该在什么地方去设定布景主题 这比较重要 例如说在外面这边设计 这里面设定布景主题 就只有单独针对现在 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这一张投影片来去设计 可是如果我们是用 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 这是针对整体来去做设计 一个是设计一张投影片 一个是设定整份简报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做一致性 整体的设计 请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布景主题又要再知道说 那我们应该设定这一张还是下面 这一张是代表全部 下面这边又可以有 第一第二第三 展就很多种不同的投影片的样板 所以我们选到这一张去设定布景主题 看我们喜欢哪一种的布景主题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那个布景主题 是这一种 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好了一种布景主题 然后我可以去设定 设定我所使用的颜色 因为假如说今天我们 因不一样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样式 例如说也许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圈子 或者是这里面的字型 我都可以先设定好 我都可以先设定好 例如说我建议各位字型 微软正黑体这种字型 会比其他的标凯体 星系明体来得好 因为有些那个字型 很奇怪放大之后它会中通 所以这是我们不喜欢看到的 所以请改用这个 微软正黑体 这全部都改成 都改好之后呢 看你要不要再去做一个效果的设定 这样我们就有了 就是 自视化的一个样式 一个布景主题 而且 而且 假如说我今天 我还想要做第二套 第三套 怎么做 好等一下再跟你做 我刚刚设定了几件事 就是说一个 一个 这个简报文件 我设定 布景主题 是在检视底下 投影片母片 去设定 布景主题 现在就要请你动手先去完成 第一套布景主题的设计 好 请文先动手做 我们至少在这个 投影片里面呢 因为要代表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 例如说 警徽 或者是一个代表的形象 然后放进去 例如说我们就做浮水印好了 怎么做浮水印呢 首先 当然要做就是做在母片里面 所以 检视 投影片母片 好 一样回到这一页 来去插入 插入一个图片 插入什么图片呢 插入 这个 代表我们新北市警察局的警徽插入 可是通常我们放这个图片进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把它做成浅浅的浮水印 教各位最快速做成浮水印的样子 就是 格式 针对这个图片 格式底下 有一个叫做 图片的效果 图片效果 预设 预设 效果里面 这个 就直接把它变成浮水印了 还有 建议把这个图片呢 放到最下面 移到最下面 就是 我们只是希望说它是一个浮水印 就好了 可以哦 然后 接下来 除了 插入图片我想各位一定都会 在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去做页码的控制 页码 所以我们去选插入 插入什么呢 投影片的编号 投影片编号 这边打勾 全部套用 这样子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看到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离开投影片 母片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第一个版 我就做完了 第一个版 我就做完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希望 例如说 假如新增 新增 新增 你看是不是每页都会有这些 第一页不会有 可是第二页 有看到吗 一个浅浅的 那个logo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现在要先还原 这是第一个版 第一个母片 我就做好了 好 请你们动手做 两件事 一个就是 加入图片 设为浮水印 第二个就是 设定我们的 设定我们的 页码 好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刚做了第一套 我可以 例如说给交通 交通大队去使用 可是呢 那个 请问 别的单位是不是也可以用 类似这样子 例如说底色 底色一定要有 还有这个 投影片编号也都要有 所以我们再去多做 第二套的母片 第三套的母片 而且通通都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检视投影片母片 好 这是第一套 滑鼠右键 复制 投影片母片 这边是第二套 第二套 我只需要 这一张的色彩 简单的去做一些改变 简单去做一些改变 例如说 假设第一套是交通大队在使用 第二套 我刻意的把它做成别种颜色 让你们能够区别 例如说第二套是 就是见识科在使用 整个都是整个色系 好 然后第三套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去复制 好 复制 投影片母片 第三套 假设我是保房单位在使用 所以只需要去改这个色彩就好了 例如说 我用 蓝色 可以 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就有三种不同颜色 真的 有时候 他还会 有些人他去做那个简报 他就希望依照那个主题别 他只改浅浅的颜色 但是 那个背景的图那些通通不改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三套母片 三套母片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来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 例如说 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介绍那个 新北市警察局 为了节省时间 NTPD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新增投影片 然后把它设定 设定我的版面 你看这边有 第一种 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三套全部都呈现在这边 假设我第一个我先介绍交通大队 那我就选择 这一个 好交通大队 介绍 然后呢 那个 新增 我当然要介绍 例如说主管是谁 对不对 主管 好 我就简单做一下 介绍交通大队主管 然后这边就放他一张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再去新增一张投影片 就 假设我交通大队就介绍完 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介绍介绍 介绍 第二个单位 建设 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做 例如说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边我就会放 例如说建设 建设科 建设科的介绍 然后接下来新增一张投影片 例如说 认识 建设科的主管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就是 同样的型 大家都是在同样一种模板下使用 再来再介绍第三个单位 新增一张投影片 去做这个版型 我是选择他 然后 保房大队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新增一张投影片 然后 这边 他会自动去抓 那种版型 例如说在这边介绍主管 那 假设 假设在这个地方 我要继续介绍 继续介绍 第四张投影片 主管介绍完 那就接下来 就介绍 那个 那个 交通大队的一些属性 啊什么 好 你看我这边 新增一张投影片 他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用 这一系列的母片 我们 很多人是 这样子来去设计 设计母片 然后 应用到自己的简报 所以原则上 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现在我要把这份简报 储存起来 储存 这份简报 我要储存起来 就变成一个局内可以大家 共用的一个模板 简报也有模板 握得有模板 请问简报 有没有模板 简报也有模板 所以 请问 怎么把这份简报 存成模板 第一个 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 假设我就是要在这台电脑里面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 检视 不是有投影片 抹片 然后 日后要去使用 这个 布景主题 有看到吗 这边有看到一个 储存 目前的布景主题 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 你拿到那个 档案 我不晓得是哪一种 有一种是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 存的只有存什么 只有存色彩 字形 好 我们先储存 就是 先把这个布景主题 储存起来 假设我现在 我存在我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第一次列机 这里 它叫 布景主题 今天日期 2017 1027 这样我是不是就 存好了 存在这里 这是 简报的布景主题 好 所以我都 把关键字 例如说简报用的 布景主题 什么时候做的 我都放 都储存好 然后接下来储存 这是 第一个 我只存 布景主题 另外 还有可能 你会拿到 样式 样式的一个 档案 也就是 PoT 好 点档案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 另存 我可以 我可以直接把它存成 这一种档 这个 泛本档 泛本档 就是现在这个 档案呢 其实它 不管是布景主题 或者是泛本档 你看它预设 这都是放在那个 Temporary 底下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这两件事 一个是布景主题的 一个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 做成 泛本的档案 我一样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都存放在 我要的地方 例如说 这个叫做 滴滴 好 我放在这里 这样我记得住 然后 接下来 我在这边 我会写 这一定会有一个主题 例如说 这就是我们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专用 简报 样式党 例如说 那个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那个 样式党 然后 加两个字 简报 然后 接下来 点选储存 我存两种党 一个是 布景主题党 一个是 样式党 OK 存好了 就可以关掉了 就可以关掉 就是 假设 假设我今天 我 别的单位 就是我把这个 布景主题 寄给别人 或者是我把这个 这个布景主题 所以我等一下会给你 这两个档案 那 现在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怎么应用啊 对不对 你已经拿到 例如说 警察局 资讯室 做好的 这个 样式党案 我怎么样去应用呢 假设我现在我开一个 新的 简报档案 所以点选这边 是不是有这个简报档案 Microsoft Office 然后PowerPoint 我现在呢 我要开始去做一份简报 然后这份简报 我就是要用按照资讯式 给我的那一个样式的 怎么做呢 怎么做 在这个地方 在 就是 你看一下 我这里面 我的 母片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空白的吗 不是我刚刚做的那一种 那我怎么样叫进来 首先 在 检视 投影片 母片 然后 布景主题 这边 布景主题 我可以浏览 我可以浏览 布景主题 我可以浏览 就是 别人给我的 布景主题 第一词别集 这边 然后 范例 这个 PPT 布景主题 套用 你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三套 布景主题 全部都出来了 我还需要再去 还会 产生新的 不一样的吗 还是会 我真的要告诉你 就是有人 因为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他又自己再去创造 而且他不是在母片里面创造 他在哪里创造 他在哪里创造 他不是在这里面 去 叫进来 他直接在 设计里面 不是有布景主题 这边又有色彩自行吗 这样可以了解 在这边使用的人 几乎就是 不太懂 简报到底该如何制作 可是坦白说 以前不懂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一定要懂 在哪里去呼叫布景主题 在母片 检视里面 母片去呼叫 就是 你是不是就可以 假设我这边 新增投影片 新增 你看这边 是不是就有布景主题 但是 但是 没有夜码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因为布景主题 他只控管 就是这几件事 布景主题 有色彩自行 甚至效果 好 那你是不是希望连夜码也有 好 我先关掉 我先关掉 那怎么样去 打开 就是包含有夜码那些都存在 在这里 打开powerpoint 好 档案 档案 然后接下来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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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使用 範本 来去新增 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近的範本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我的範本 我的範本 好 例如说 怎么找到範本呢 最近的範本 重现有 重现有新增 重现有新增 然后去选到 我刚刚储存的 那个範本档案 这个 NTPD 简报 样式 建立新档案 可以吗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 资讯室 为什么会给你 刚刚那个POTX 那个档案 那是有意义的 那是可以让你节省很多时间 你不用再去设定 布景主题了 你们说好不好 只有一个人说好 不好 我们再继续交十分钟 这就是一个德政 可是 知道人 不多 真的 你之前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现在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 太棒的事情了 你看 在这里面 这里面 我刚刚基本上做的 有页码出现了 甚至包含 检视里面 投影片 母片 三套 这是第一套的布景主题 第二套布景主题 第三套布景主题 是不是都存在了 所以 你拿到POTX 是真的有很重要意义的 我希望说 你们一定要学会 原来开心档案 还有 档案 新增 用 从现有新增 就是拿资讯式的那一个样式档案 来去开始做我们的新的简报 才真正的是我们制作简报的王道正统正确的做法 好 那我想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打开这个Excel高效释算这个范例 画面就使用一下 我们来跟你分享第一件事情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1021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告诉我们什么是呢 就是假设他关心的一个公司 公司 他的一个股票 当天的一个什么 购买的张数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就是10月21号 再接下来10月22号 然后10月23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首先 这几个资料表 这几个资料表 他只希望去做整理 例如说统一 这边是不是700 那1022的话 统一还是700 他就希望整理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出现1022 然后1023统一还是700 好 他就希望整理到这个地方 就是出现1023 然后这边出现700 这样的数字 这叫资料的整理 我就问他说 那我可以很快帮他整理 因为 因为他说他现在只是举例 他只举了三四个名称 万一 你应该知道台湾的那个股票上市 上贵公司 是不是很多很多 像我们关心的行政区也有29个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 你可能就是要去调查这些资料 然后去做资料的整理 他就只希望说 我先帮他把资料整理好 然后接下来他再用肉眼来去观看 他的一个变化情形 好吧 那我就跟他想说 我们先用合并会算 来去解决他很头大的问题 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那边 搬移搬资料 而且搬到最后他都觉得 他搬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那我说大概 如果我会做30秒就做完了 那如果不会做 不会用一下 请问你要怎么搬 我会这样教他 我会这样教他 就是 例如说 我现在选这个资料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我比较喜欢用选择性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统一 好 然后接下来搬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要输入什么 1022 然后这是卫权 卫权 是不是要搬到卫权这个地方 然后桃园 桃园是不是要搬到这个地方 可以吗 那万一 左边这边有100加 或者是 你觉得这样做 这样做 他就觉得说实在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好吧 我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你看 你看我怎么做 好 首先 首先 我把资料都整理在这边好了 我把所有这三张资料表 所有这三张资料表 我通通整理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 点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合并绘算 那我现在其实不管用什么函数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根本就只是在做整理资料 第一个参照资料 我就选 1021里面的这些资料 然后新增进去 这边是不是就有了 就是第一个资料表 再来 点到1022 点到1022之后呢 是不是要去选这个资料范围 然后新增进去 再来点1023 是不是要选这个资料范围 新增进去 我这样我就把三张资料表的 我要做合并资料的这件事 范围都选好了 选好之后记得我要勾 最左蓝是因为什么 这边有不同的名称 我等一下预期就会希望有看到 统一 卫权 三商跟 桃园 以及什么 一银 还有呢 最顶蓝 我就会希望这边看到是 1021 1022 1023 1023 就是 这里是股市 这个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五家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三个 不同的篇 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点确定 做完了 哦 哦 他整个晚上说 天哪 地呀 你是我的神哪 我是说真的 我说 这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而已 好 只是他不知道 可以吗 我这样是不是就整理好资料了 我这样是不是就整理好资料了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咯 看得懂这个资料吗 那那个43022 跟你那个1021 那因为这边是日期 日期 我们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也就是改成 比如说 简短的日期 就回来了 这个是那个样式 样式的一个设定 数值样式 那个 还好啦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好 刚刚我介绍的部分应该是属于资料整理 刚刚我介绍的部分应该是属于资料整理 透过合并绘算做资料整理 至少我们这样可以看出来说 哦 哪些资料他常常会有哪些资料经常没有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去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平均 平均 就是说这三天 这三天 这三天 他有资料的话 平均 请问一下 如果你要去算的话 你会怎么算 我现在想要算 统一 统一 这三天 1021 1022 1023 这三天 这三天的平均值 请问你会怎么算 很简单啊 是不是 10月21号的B2 加上10月22号的B2 再加上10月23号的B2 加起来之后除以3 对不对 这样我想应该大家都会算 可是万一这边有100格 1000格 1万格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这样子的范例了 你看100年板桥市的户数 这是低收入的户数 有这样子 然后人数有这样子 那我还只有给你100年 101年 102年 如果我想要知道那个平均呢 从20年 不多嘛 就给你20年 你要怎么算 好 我现在要教你 我现在要教你 就是要做这件事 就是说 假如我今天有100年的低收入户数 有101年低收入户数 有102年低收入户数 那我就想要知道 这3年低收入户数的平均数是多少 好 一样用合并绘算来去算完 我们来看看怎么算咯 首先例如说我将流标落在这个 100年这个新北市29区 新北市有这么多区 新北市有这么多区 58区 有重复吗 三峡区 对不起 他应该 这边是没有的资料 对 对 这边 把资料删掉 就是这100年的 因为只有 只有什么 100年的资料 这边呢 就是101年 这边是102年 好 这样才对 好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个 就是板桥区 这3年低收入户数的平均数跟人数 好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少少 我们学会如何做资料的一个分析 还有统计之类的 好 那怎么做呢 假设我现在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要去做那个户数 3年户数的平均嘛 就是这边是不是户数 这个地方也是户数 100年这个也是户数 不可以是不一样的名称 因为他不一样的名称 他就会用整理资料的方式呈现 一定要用相同的名称 好 这3年 111这个都是户数 好 这边是关键 这边都是人数 那我们现在假设在这边来去看 我想要去算出来 3年的一个情形 怎么做呢 资料 第一个我现在在100年 然后G1 然后点选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要先把这3年资料加总起来 再取平均 所以我们这边要选平均值 函数我们要用平均值 我们没有人去把这3年的值加起来 不需要加起来 而且加起来没有意义 我们取那个平均值是比较有意义的 好 接下来呢 参照的位置是不是 100年的这些资料 要包含那个标题都要选到 好 从这边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选到那个D30 好 然后接下来新增进去 这是100年 100年这张资料表 B1到D30 接下来是不是点101年的B1 选到D30 新增 接下来102年是不是B1到D30 它已经做好了 就直接新增下来 然后记得 记得 记得 这个 最左栏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新北市是不是有29区 好 29区 再来是不是有顶端列 顶端列 是不是这边 然后点却 确定 这边 这边 是不是算出来是一个平均值 你看 100年 100年是板桥区的低收入户数 1881 可是这三年平均是2595 代表什么 代表好像越来越多 而且高很多 低收入户高很多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595 到底对不对 你看 100年是1881 好 我先写在这边1881 然后101年的板桥区 是不是2790 所以2790 100年到101 1年差好多 然后102年3113 然后取平均值算出来是2595 2595在这边 可以 这样是不是可以介绍我们很多计算的时间 我希望你们要学会这个资料的合并 资料的合并很重要 还有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可以去算出这个资料的统计 真的都很重要 好 还没讲完 但是我想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合并会算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资料 还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跨工作表的资料统计 好 这一个很棒很棒的工具 跟你分享咯 通常我们拿到这样子的资料 你千万不能直接去画一张图给老板看 你给老板看他会觉得说你在画什么 例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来去画画这张统计图表 然后插入图表点他 然后我们就说就把它放在简报里面告诉老板说 老板我们这边什么板桥区有多少低收入负数 然后综合区有多少 然后甚至我还帮他排个去 他就由高排到低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对 这只是一个可能是高中程度的一个做法 我们应该要加统计 我们应该要加统计来去看 因为老板要看的是一个全面观 而不是一个单独看某一个区怎么样 那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统计咯 有时候我们会统计什么 我们会统计这件事情就是说 例如所有这里面的资料 所有这里面的资料 总共有29项 有29项 然后最大值到多少 最大值到2595 那也就是3000以内的变化 所以我可能会给他300一个区间 来去做统计 就开始画并了 画那个直标图 也就是说 0的有多少 300的有多少 好 然后接下来我大概就分成这10个 11个群组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板桥区2595 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 就是卫达2700 就是2401以上到2700以内 好 这边就要画一个1 然后接下来三种区2398 是不是要在这边画一个1 就开始画布计了 这不是我们 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统计的时候 是在18岁的时候 因为我是念普通高中 所以我们好像那个时候 比较没有重视统计 可是后来念统计 第一件事就要学会布计 第一个就要学会画计 做统计 那为什么要做统计 就是因为我们要看整体性 绝对不是看单一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我就一个一个把它看完 然后把它画在这里面 最后算出来 谁最多 然后最高的是什么 最低的是什么 是哪一个区 大概哪几个区 是平均大概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哪几个区呢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它的低收入户数是最高的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就要看整体性 所以呢 有没有这个工具 有 它叫直方图 直方图 所以我们就直接要教你 怎么样做出直方图 做直方图的方式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安装分析工具箱 点选档案底下的选项 所以 1点选档案底下的选项 2点好选项之后 3点这个争议集 4点选这个执行 我现在要去安装这个分析工具箱 确定 安装完之后呢 你在资料底下最右边 就会看到资料分析了 好 所以刚刚我做几件事 就是点档案2点选项 第三就点真意集 第四就点执行 第五 点分析工具箱 第六就点确定 去安装完毕 很快就装完了 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 资料分析 在资料底下的资料分析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 统计工具 那位统计 你有听过阿诺法吗 没有 就是五亩数分析 也没有 好 明明就有统计 统计 除了中文系 没有必修 好像几乎全部都在修统计 好 只是 只是我们可能 忘记了什么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好不管了 反正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统计工具 其中我现在要教你的直方图 请你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记住 然后点选 确定 那这里面操作就简单了 首先你是不是要输入范围 我现在输入我想要去做互数的统计 所以在这里 互数嘛 这29区的资料 从H2选到H30 组介范围呢 组介范围是不是从K2选到K12 12 再接下来有没有标记 没有标记 因为我刚刚就直接选到 都是我要的阿拉伯数字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假设我输出的范围 输出的范围 我选在这边 我选在这边 再来 我希望呈现的是图表输出 还有累积百分率 我想等一下我还是尽可能教你这个累积百分率 就是大概让你去了解 确定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他就画出来这样子的一张图 而且是不是也帮我们很快速的算出来说 哦 300就是0到300 低收入户数0到300的有14 这代表什么 大概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300左右 300左右 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分布吗 看到这样子分布的意思就是说 低收入户数越高的值所在的行政区越少 有看到吗 这样子是不是越来越下降 那也就是说什么 假设什么 2400啊 2700啊 这种低收入户数在新北市应该算是比较少的 好 那可是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 是不是节省了好多时间 我们就不用这边去统计说 一有多少 例如说不到300的有多少的 不到600的有多少 我知道有函式 可是我会觉得 与其等你学会那个函式 还不如学直方图 等你学会直方图 你真的有很多资料表 你可以画出 你不觉得吗 这里刚刚的那个直条图 专业多了 刚刚的图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画这样子的图 插入直条图 喜欢这两个图 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看哪一种图 或者是啦 你觉得当你在报告简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你呈现这张图 然后报告给别人听 你比较专业 这是高中程度做的 这至少要大学的程度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还有大数据的程度 那你如果说你可以的话 我再希望说你再精进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化就是比较趋近于平缓 这个平缓是什么意思 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低收入户数在新北市 是差不多平均的 没有那种集中在某几个行政区 请问一下 均富是不是我们一个理想 对吧 这个就是在谈均富 如果你今天有兴趣的话 去看一看 去看看很多 例如说中南部的县市 看看他们的低收入户数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台北新北可能会比较出现是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中南部呢 不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搭现了一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做总统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问我了 这是什么现象 听得懂我现在所沉住的意思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些就是我们研究在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代表说什么 它的变化是缓的 不像这边是急速 大概60度左右了 这个急速从0变到300 这是我们可喜的现象 意思是什么 大部分都集中在300以内 也就是300左右 大部分嘛 这边已经跑到大概百分之多少 你看 48再加第二个已经跑到60了 有看到吗 60在这边 好 这代表说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就是600以内 各区低收入户可能 新北市是集中在600以内 但例如说 例如说这边 这边数值比较多的 它是一个和缓的上升 可是 如果你去看中南部的现实 这边 不是这样子的变化 我只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脂肪图的做法 脂肪图的做法 再快速做一遍 资料 资料分析 然后接下来点卷 脂肪图 然后 确定 输入的范围 是不是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 接下来 主界范围 主界范围就是我刚刚定义 为什么定义 0到3000 因为这里面最大值 我只关心 先关心最大值 然后 我以10个 我只画10个 10个这个并 10个这个直方体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就以300 以300为一个区间 所以0300 6把意思类推 然后记得勾 勾输出的范围是这里 我是从L1这边开始呈现的 然后接下来勾 累积百分率 以及图表输出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 动手来去玩一下 直方图的统计 那我接下来呢 我现在点这里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100年 101年 102年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互数 去做合并绘算 那再做一次 资料 例如说我算在这个地方 资料 然后合并绘算 然后 有最左栏 还有100年 还有100年 V1 好 确定 好 我们是不是算下来这个数值了 可是呢 我们会希望把 那个 总人数 总户数 我这边 我这边有户数 然后有人数 就是 八里区 它的户数 在这里 八里区的人数 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去做统计分析 例如说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那个 Vlookup的方式来去输入 查找资料 这个是 这个是 Vlookup 我们可以去查询 板桥区 它的户数 我刚刚那边定义了一个名称叫做 人数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点 F3 F3就是呼叫 已有定义的名称 这个名称是我定义的 所以我知道 就是叫人数 点选人数之后 逗号 第几栏 人数里面第几栏是户数 1234 所以第四栏 第四栏 而且我要完全正确 这个Vlookup你们会使用吗 不会哦 好吧 等一下我写在白板上 这是代表什么 板桥区 板桥区 板桥区的总户数 看一下 在这里 总共有20万个加户数 好 208031 你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找出来了 快速点两下 全部做完 这个是什么 总户数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取得那个平均 平均 来去做比较 才比较合理 所以平均 户数 应该说是 那个 所以低收 户 比例 我们应该比的是这个 低收 比例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户数 除以 总户数 而且 这个正是用百分比呈现 百分比 好 不然我们用 两位 小数位 那我们就可以 依照这个 低收入户数 来去 看一下 谁高 谁低 因为刚刚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户数 来去看板桥区 我会觉得 它实际上 它的总户数 你看这么高 我们 虽然这边落出来 它是第一名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 低收入户数 比较高的比例 是在瑞芳 瑞芳 还有平息 还有 双息 共僚 万里 乌兰 那三重呢 三重只有这个 1.59 1.59 1.59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把这个 低收入户数 比例 大概应该可以区分两种 两种性质 一种是什么 一种它可能 经济比较落后的 低收 另外一种可能 它在那个繁荣城市里面 收入很低的 这种低收 因为这样子的低收 这样子的一个低收 例如说 在三峡 三峡治安 有没有比较 或阴哥 治安有没有比较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在那个 低收入 这个总户数 如果还蛮高的 里面如果出现这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低收入户数的话 可能它就已经算是高的了 可是如果在偏远 比较偏的地方 它可能到了5% 这样才算比较多 这两种性质 是不太一样的 有点像我们在讲 那个癌细胞 我们大家每个人身体都有癌细胞 可是就是在某些人身体里面 这个癌细胞会得到控制 但有些人身体里面 好像一有点感冒那些 癌细胞 它就是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好了 现在重点是我要用这个来去算 这个要去算什么 因为它的比例 所以我们来去看最大值 最大值大概就是到了5.75 大概6% 所以0到0.06之间 这样子要比例 这样子要比例 也就是说 0到0.006 这当然是要用百分比来呈现了 而且是用 对 用这样子来去呈现 然后接下来 往下拖曳到6%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大概就是 最大值是到不到6% 然后接下来再去做 刚刚跟各位分享 资料 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分析 资料 这边有一个资料分析 直方图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输入的范围 是不是变成 这一个范围了 然后 组介的范围 就是我现在设的 这个组介范围 嗯 输出的范围呢 是落在这个地方 累积 百分率 以及图表输出 确定 然后重点是 我们要去看 这样一张图 它所呈现的 才会比较公正 比较公正 好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我算的是 依照那个 总户数来去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直线上针 直线上针 直线上针 直接快速到 75% 75% 然后接下来就是 开始慢慢和缓 好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累积的一个变化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 在研究的重点 例如说在 嗯 新兴都市 或者是在 那个 次开发的地方 好 他的低收入户数的一个变化 或消长的情形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做资料分析 做合并绘算 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然后 这边有平均值 只要勾这个部分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样就算完了 算完了之后啊 之后 我们现在要先来看那个VLOOKUP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人数 这张表里面的这个户数 八里趋势 一万四 三支趋势 九千四 三重趋势 十五万 等等这些数值 放进去 那当然不能用肉眼来去看 一定是要用函数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 选择 这边请输入那个总户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用函数 函数的话 函数 函数 刚刚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查找 我是不是要去查找 八里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查找板桥区 我要查找这个板桥区 它在人数这张表里面 开始从上面往下找 找到板桥区 那我要呈现的是 这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我是不是要呈现这个 第四栏的资料 好 所以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输入 等于VLOOKUP 刮胡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选到这个板桥区 选到板桥区 逗号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那张人数 我已经定义好那张表 就是叫人数 所以就直接输入 人数 逗号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 人数里面 是不是第四栏 是叫总户数 所以输入4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最后要呈现的是 正确的资料 还是接近的资料 答案是正确 正确的话是输入 这个 FALSE 右刮胡 Enter 记得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各区的总户数算到这边 请你们动手先做到这边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两个数值相除是有意义的 就是我才能够真正比较合理的去说哪一些单位 它的一个就是低收入户数 例如说这边是低收比例 低收户比例 所以等于什么 户数 这是低收入户数 除以总户数 Enter 然后最好是把它用百分比的方式呈现 那百分比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用增加两位小数位数 接下来快速点两下就完成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做那个 就是 那个并 例如说0开始到0.006 那这个是用百分比来呈现 这个是用百分比 好 然后选到这两个做到6% 为什么做到6% 或者是你可能会询问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数值 就是为什么我是选择那个间距是0.006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当我今天我去看这个 所有的资料 这29区的资料 最大值是5.75% 那就是 我们就假设是6% 所以呢我把6%除以10 当做是我的间距 组距 组 组跟组之间的距离 好 所以0.6% 1.2% 然后接下来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我就去做资料底下的资料分析 值方图 确定 那我现在的 是不是按照这个低收户比例 来去做输入资料 主界范围呢 就是这个范围 还有输出的范围 输出范围 我就落在这一格 勾累积百分率跟图表输出 确定 好 我主要就是要请你们 会去做出这张图表 然后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我相信哦 对你们未来 如果说你要去做一些资料分析 如果能够画到这样子的图 我相信哦 你要是再愿意花点心思 来去解释这个图示 我觉得 那么你又等于说 提升了自己的一些层次 你看哦 这里面 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大概维持在1% 就是每一个行政区啊 大概就是1.2% 到1.8%的低收入负数 然后 然后 再来就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到这个地方 这就 我们一般讲那个 就是太右边的或太左边的 像例如说这个最右边的是哪一个 最右边的 有两个 6%以内 5.40%以上到6%的 有两个 那这哪两个 我们可能就会特别去关心一下 好 在这里 这里 万兰以及乌兰区 这边的低收入负数的比例是偏高的 好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那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 在以上里面 如果你想要就是 至少先懂一下如何做资料的整理 资料的统计 然后接下来做一些图 这绝对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开始 而且你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来去做一些资料的移动布置计算等等 提升很多的工作效率 我接下来我想开一个新的工作表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说自己的功能还是蛮不错的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输入新北市板桥区 板桥区有什么路 文化路 好 文化路 二段好了 二段 好 随便 180 像什么 55号 好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很长的地址 对不对 能不能把它快速的合并起来 可以 可以 我当然要教你可以的 也就是 我先把它拉宽一点 我先把它拉宽一点 宽到说这几个都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 接下来呢点常用底下填满左右对齐 合并在一起了 你有看到吗 我做完了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以前你是怎么合并资料 好 现在呢 你不要再用复制贴上了 用复制贴上我就不用教你这一招了 可是这一招 2003 2000什么之前早就有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是没有 是你没有问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就是 这边不是有很多格吗 如果你今天拉不够宽 很抱歉它不会合并在一起 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拉到这个地方 可能新北市板桥区会合在一起 可是文化路2段180项会合并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稍微拉宽一点 接下来选到这几个之后呢 排序 对不起 填满 里面 左右对齐 整个合并 那 如果你今天还有很多很多资料 很多很多资料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个一个做 绝对比你 用什么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快多了 好 那就请你开一个新的资料表来去做这件事 这个叫做填满里面的左右对齐 我接下来要教你快速填入 既然它都已经讲了快速嘛 对不对 那代表一定是很快的 首先我先多创造几个地址 例如说十个好了 新北市除了板桥区可能还有什么 呃 刚刚讲的 什么 刚刚 我们讲三重区 三重区 假设有文化二路随便啦 然后 例如说九十五项 二十八弄 好 我随便打地址哦 然后例如说新北市还有什么 新店区 然后可能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 他这边 他 只有打一个字 我就随便随便举个例子啦 好 然后 呃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这边我再随便变几个 好了 例如说 那个 府 中 路 然后例如说这个 算了 这里面不是有吗 三峡区 三峡区 学前路好了 好了 那请问一下哦 假如我要去做那个地址的拆分 例如说 这个我打 我想把所有的区调出来 我只要先把这个第一个地址 第一个地址里面 我要拆分的资料叫板桥区 有看到哦 然后 怎么样去拆分 像这个我希望他出现就是三重区 这个出现新店区 这个出现板桥区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的话 他的做法就是用写韩式的方式 不过在下一个版本这边就不用写韩式了 直接输入新北市 然后直接快速停入 就做完了 例如说在left这边 我要取出这一格的三个字 这样就取出新北市 我用的韩式叫做 从左边取的左left 等于left刮胡 a1是这一格嘛 然后接下来3 3的意思就是我要取几个字 所以答案是三个字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这全部都是新北市 如果假设我们有别的地址 那如果说今天 我们在这个地方 新北市后面我要取出这个板桥区呢 我会这样做 我会先取 左边先取出六个字 所以等于left 刮胡 a1 取六个字 这样是不是有把板桥区 三重区这些都取出来 有哦 有这样子一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这个是六个字嘛 能不能从右边取三个字 可以啊 所以我就在这边写 等于右边 就是right 取这个三个字 这样我们就取完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板桥区取出来 三重区取出来了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有这个台北市行政区 这样子两个地方来去查找 查找什么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他去查找有地区号 得到的正确的可能性 相对是比较高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就是简单的 left跟right的韩式的交讲 就请你们动手去做一下 我们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假设想要输入一个日期 例如说 这一个人他的生日 那我们要输入的是 中华民国这个日期嘛 所以怎么样输入中华民国这个日期 例如说今天你要输入今天日期 106年的10月27号 enter 他这样会把它视为是 请问是文字还是数字 当然是文字 因为中间有一个斜线嘛 那这个文字是日期吗 不是 那怎么把它变成日期呢 好 前面要加一个英文字母 R 例如说我输入R 106斜线10月27号 enter 他就变成 一个 一个字式化的日期了 很特殊吧 就是一个R这个字母 那你可能 你可能会问说 那在Esser里面 如果我想要输入今天 今天 对不起 今天的话是Ctrl加分号 enter 但是这输出的输入的内容是 是什么 这个内容呢 它是西元的方式呈现 现在的时间 Ctrl Shift加冒号 这跟之前教你Word 可能现在教你Esser 你会混淆 而且太多快速键要去 要去10倍了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啦 记住哦 我现在重点是要教你R 这个字母的使用 例如说输入R 然后 假设 民国100年的1月1号 enter 它会记录的是 2011年的1月1号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我为什么可以多打一个R 方便大家记忆的方式 而且事实上它也是这样定义的 因为我们是ROC 中华民国是ROC 所以用R这个字母 来当做是开头 请你们现在 来去 来去速度一下民国日期 例如说今天 可能有时候会希望这个字 来去做一个旋转 像现在是由左到右 由下面到上面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它改成 上下的排列方式 所以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坐标轴 坐标轴格式 然后针对它的对齐方式 文字方向 这边有很多种 例如说垂直好了 它就改成这个 由上到下 这应该还蛮容易的 这总比 这总比你 例如说重新插入文字 放在这边来得好 所以滑鼠右键 坐标轴 坐标轴标题格式 然后对齐这边 来去做一个设定 这是我要先教你们的一件事 好 例如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制作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不仅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路上有没有人做好 因为如果我们资讯是有给我们办本 我们就直接透过档案新增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重信有新增 可是如果说今天 你可以在网路上找到别人做好的办本 那是不是更好 举例来说 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行事例 我想要去做一个名片 我想要去做个卡片好了 那这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有 那也许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搜寻 office.com办本 例如说假设 假设 9月28刚过 例如说 下一个节日圣诞节 那我就先输入卡片好了 那他就会帮我们去寻找 office.com里面现有的一些卡片 好 例如说这边字母教学卡片 或者是什么形式的卡片 例如说谢卡 情人卡 这个是万用卡 可是 接下来各位应该知道情人卡 应该 情人节的卡片应该是在2月14号 因为西洋人使用的嘛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应该还有很多 父亲节的卡片 母亲节的卡片 圣诞节呢 找到看 走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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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圣诞节应该蛮多的 因为圣诞节就是外国人的新年嘛 好 例如说我就选这一个下的 我这个小小心愿 更不晓得你了不了解 好 快到了 现在十月底了嘛 对不对 还剩下一个多月 那就看你们的 看你们的心意咯 尽量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嘛 你不会做卡片 没关系 你只要会用别人的范本 你觉不觉得 你再稍微改几个字 例如说 亲爱的 把小名改成我的名字 亲爱的老师 就拍圣诞节快乐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你的名字 不就好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就例如说 拍好一张照片 Line 丢给我 这样不是让大家 我们都活在那个美好的世界 我的意思说 像我做的这些影片 真的每一两天 就会有人说 哇 这个技巧很炫 或者是这个太实用了 你看了以后 你会不会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会吧 我会啦 我会 我会觉得就是说 虽然有时候会有那个负品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那毕竟是少数 少数中少数 好 就提供给门参考 所以范本 绝对绝对是 我们应该要常常使用的 因为它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 你圣诞节卡片 你看只要改四个字 是不是就完成了 传档 你就做完了圣诞节卡片 你可以自己再去找找看好不好 看看能不能多找一些其他比较不同的 例如说 行事例啊 上次有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有没有履历表 好 因为他说要去找工作 我想这一定都有的 请你去找找看吧 这个透过范本也是可以提高我们很多的那个工作效率提升的方法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板桥三重中和永和很多很多区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把它变成横向 横向 本来是不是直向的 他就是希望把它转成横向 好 滑鼠右键复制 例如说我贴在这边好了 滑鼠右键有一个选择性贴上 记得哦 我的PowerPoint没有选择性贴上 就是按右键 按右键应该还有印象就是在PowerPoint按右键没有选择性贴上 可是在Excel这边是有的选择性贴上 当然你也可以选贴上底下的选择性贴上 好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什么 直 就是我要把这个内容贴过来 而且这边有看到一个转字 转字的意思就是什么 直的现在变横的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板桥区三重区中和区 好 依此类推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突然有一天 就是老师问我 我就找我的影片 我居然没有介绍 我没有刻意的介绍 原来那个直书变成 就是直的文字 可以变成横的文字 然后 他就真的是在这边用搬移的方式 用搬移的方式 他本来是这样子的资料 他本来是这样子的资料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要贴成直的 我就跟他想说 那就假设我要贴到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直 转字 确定 他就都变成直的 来去呈现了 这就是 转字 同学问就是整个表格 整个表格都可以 这个现在是不是直表表格 可是他输出他会希望是横的表格 我们先复制 复制起来 就是选到这么多格子 然后一个新的工作表 好了 直接去做选择性贴上 直 然后转字 确定 他就整个变成横的盘列了 好 绝对都可以的 刚刚在最上面是不是 户数人数 总户数 低收入户数 比例 好 现在就变成横的盘列了 好 那请你们去看 就是在以上里面 转字这件事情 转字的英文叫transpose 就是本来是站的 变成躺着 Transpose 我的解释的是那个英文单字 Trans Trans 就是改变 C A N G E 改变 Pose 就是姿势 本来是站的姿势 变成躺的姿势 我想在整个课程后 Ending之前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 整个回顾一下 这两个跟我们交的一些内容 大概花2到3分钟 整个课程结束 然后我就要带你去填问卷 跟做测验 那 我们一刚开始 我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比如说Word 怎么样把资料传送到PowerPoint的 然后还有Word的表格 怎么传送到PowerPoint 为什么Easeal也要传送到PowerPoint 那是因为什么 Easeal PowerPoint本身就是一个极大层 一个看结果的地方 我想这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另外 另外我还有跟各位分享 另外我还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个功能 来去让你去理解 其实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回去把 比如说5月份 我介绍OBIS2010整合看完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就是软体之间跳来跳去 至少都是两套软体 还有包含一下文字呢 网页 在做Word的结合的时候 还有像那个 我们从网路上去下载 就是抓那个web 抓web资料的时候 怎么样去把那个什么 新北市法规 然后下载下来一份文件 可是是用Easeal下载 下载之后 然后再传送给Word 这都是在之前的一个 5月份的那个课程里面 全部都有在谈这件事 可是我会觉得 真正我们OBIS2010整合应用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效率提升 所以我又再介绍了很多 就是这样使用才是比较高效的做法 所以像例如说 Word里面的表格 你们觉得有学到 表格里面 如果我放一个图片 我不希望它跑来跑去的 一个排版的方式 这其实 这其实应该对各位 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这些 最近拍的这些影片 叫做什么 Word高效文书处理 完毕之后 我现在还在谈 我预计要交各位大概100招 然后Easeal大概也要交100招 PowerPoint的大概也要交100招 Easeal就会叫Easeal高效四算表 就是如何快速做四算表 还有就是像PowerPoint 就是简报 高效简报自助 希望就是未来你们有机会 学完这个OBIS2010之后 你再看一看我所做的这些影片 我想应该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那 我很喜欢再两句话跟各位分享 杜福他老人家 他其实这一辈子 就一直好像不是很得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坚持自己而里面 他连自建书 就是自己推荐自己的文章里面 他都这样写 他说他这个人读书破曼绝 下笔如有神 意思是说他之所以可以成为师圣 是因为他很认真很认真读书 而且要把书给读破掉 那可是当时皇帝他没办法重用杜福 因为他要武将 他要人帮他去对抗外敌 所以杜福他只能被派到边赛去记录一些当时的一些战事 所以他也叫做什么 他有师圣之称 对不对 可是他后来也到边赛地方 所以他也是边赛诗人的代表 好 那我想我们可能暂时 暂时课程就暂时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期待我们 例如说日后可以再用LINE 还有脸书来继续跟你保持联系